不太好吧 这个录像不太好吧 我现在还在那个单位 我还没走 那就别说了 那就别说了 我觉得 那我说 老吴说 老吴已经不在原来台湾 老吴第一次被收拾 是那什么 我刚成为那个 就联合国最年轻的 这个官员 然后那个 就觉得 这个自己什么事都想 都干 当然自己懒的事太多了 干不过来了 然后不得不跟领导说 这个这个 这事我干不过来了 就把领导给得罪了 因为就是说 因为领导分配你的事 你不干 这个提出辞职 这个不是 就是那个责任不干了 等于就代表你心中没领导 然后就被领导 这个然后 这个你想 一般人在联合国 一年立一个项目 就算已经很牛逼了 我那年刚成为项目官的时候 一年立了三个项目 然后 那个我直接的领导 给了我一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成绩优异 然后 他 我领导的领导 就给我降下来了 说我这个 这个 给自己压力太大 那个 工作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工作安排不好 所以 所以我就 就知道 这个 这个 不能全 全把活 揽在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身上 而且就是说 这个 伺候领导 一定要一级一级伺候 谁也得罪不起 是 今天我觉得 就是说 这个 咱们就 就说 就说 敏感的事 咱不说 但是相互祝福的话 说说 然后自己 自己随想 敏感的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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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再说 这 今天 先 自由自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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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八道 一下 新年 新年 大家都有什么 学习计划 老吴已经把 学习计划 分享给大家了 说说说说 周铁 周铁 学习计划呀 我 我自己的计划 是吧 我自己计划 今天看有一个 台湾有一个 新竹 那个国务团 搞了一个 作曲比赛 5月15号 交谱 10到15分钟 台湾的那个 主题和风格 我在想 有没有够写 但是 奖金太 他妈少了 6万 第一名 6万 新台币 也就2万人民币 那你一般 写这么一个曲子 得花多长时间 那得花好几个月呢 那2万块钱 没没没 就确实低了点 那太低了 你知道 你知道 我跟你以前 我跟大家以前 吐槽哈尔滨那个 我他妈明显能拿第一的 第一为什么不给你 第一你猜多少钱 10万 5万美金 哇 那 那 那你想确实 你看每次发奖 不就是一个利益分配 完了跟我来一个 完了 第二名还2万美金 第三还3万呢 那你 人家所有比赛 正常作曲的是 第一名 一个人 第二名 两个人 第三名 三个人 其他是优秀 你呀 他妈好歹 你给我个证书 老的水平 什么样 你底下评委 他妈撒逼 听不出来呀 就是我吐槽的 就是这种现象 就是 就是 我就吐槽了 就这种现象 就是 就指路为马 你们要问吗 是 是 所以这方面 就是 在在咱等老吴 谈老吴在联合国的工作的时候 那那天咱不录像 咱可以充分的吐槽 完全满足云鹏吐槽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老吴谈工作的时候 就就咱咱咱好好就谈的这个 但但是就说 其实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中国体制内的 这个 你知道老吴这件事 其实对我最大的打击 钱不钱 就是随着十几天 我年龄的增长 你也不会在乎 以前你给可以挣吗 不是就这一次而已 但我在乎的就一点 我努努力力的 想通过我达到我的实力 得到这些专家和大师的认可 就到了最后 像没得到认可 反而别人删我个嘴巴子 那个 这个这个周铁 其实你说的特别重要 也是因为 明年咱们可能都 就就就都要 这个这个 就现在我和这个 这个这个周铁还在学习 明年就快毕业了 这个这个云鹏 已经在社会上 已经奋斗了很久 已经很了解这事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社会上 尤其是 你有才华 别人有资源的时候 就是说最重要的 有才华的人 对有资源的人 一定要告诉 有资源的人 你心里有他 而并不是第一步 不是说你有才华 你知道吗 我没明白 这些东西 再该怎么理解 什么叫心里有他呀 就是你拿了好处的时候 你拿了五万美金的话 你起码会云 一万美金 给给你奖的人 但这一万美金 不一定是实在 在那一万美金 你明白我意思吧 就最重要的是 你心里得有领导 就是说 你得让有资源人知道 我把这资源给你 对我 对我 有用资源的人 是有好处的 对 但你纯有才华 是未必 因为你越傲气 越那什么 我就知道 你给了资源 对我未必有好处 这个事 你要全很好 第一的那个人吧 就是六个评委里面 他的导师在美国的 但是说实话 他的曲子就是怎么样的 他的曲子就直接让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在这条道路上 再前进了 就是 就是他妈数学考150分嘛 138的都没拿第一 考个67的人 拿了这个奖 是 所以这个周铁 这就是在学校里的工作方法 和在社会上的工作方法不一样 学校的东西 都是学校老师教你的 但实际上 社会上会教你更多 对 真正的游戏规则 对对对 我其实尴尬在哪 就是说那韩国 那个女的老师 当别人 都几个男的评委 就当所有人都 他看我也是很失落 你知道 然后呢 他就过来 也跟我主动聊聊天 他作为一个女人 我也知道那种尴尬 其实他作为那个评委 他没有话语权 他也心里是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可能 这个事儿好像深深伤害了你 这个事儿深深海海里 就等有一天我报复他 等我牛逼我要报复他呢 你工程名就有资源的时候 当评委的时候 我说我不会做评委 我就是说 但是 我追求艺术家 我不当评委 我不当划子手 你写个悲剧 然后把这个人写到悲剧里 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这件事情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教育 就是说 艺术最后缘可能在一瞬间也没有用 就是我从来没有说 有过这个想法 就是我讲追求的东西 我这么热爱 没有用 然后就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吧 后来那阴写主席 他觉得 他后来还安慰我 说分都差不多 无所谓 哪有分啊 哪有分 要有分 你亮出来啊 完了 还跟我整个这 那除了就包括人家比赛那志愿者 或者是什么 什么那个 都那个什么 就是不行 我发现我追求的这个 我追求这个纯粹啊 和这个绝对啊 其实我跟你讲 拿五万美金 那个我还认识 就是我们之前还都是 我跟你讲过陈其刚书院嘛 我们都认识 其实这一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但是他是个很有情商的人 没发呢 就是一到过年 还会给你发信息 但是我是从来不会主动 给别人去发信息的 就这件事 我们25个人 最后吐槽了之后 也是大家都觉得 他妈的就太扯淡了 就是就包括原来 做过国际比赛评委的人 就是老师跟我讲 这个应该很公平吧 选了六个不同国家 对 最后怎么还是这样 就很失望 这种东西是很失望的 对对 那个其实我觉得 刚才云鹏说的挺对的 就是学校的规则 和社会的规则的不一样 就是说实话 就是说因为 这个问题 在老美院也发生过很多 就是你追求艺术的纯粹 和你获奖 是一个冲突的目标 是冲突的 对啊 因为就是说 你艺术上的纯粹 是一个向内追求的 一个点 一个自我表达 同时就是说 你的受众不会多 因为大多你想 这个那个司马迁就写过 天下兮兮结为历来 对 养养结为历亡 你想汉朝都这样 你想现在呢 对吧 就核心大家是为了一个历 而蒋是一个历 所以它的核心的本质 是跟你的这个纯粹的艺术 是冲突的 那是我明白 但是我通过这个比赛 那个颁奖的现场 我就突然之间 世界上所有的丧话 都在我的内心 万韵富裕 是是 这个这个可以理解 就是说尤其是自己 因为你用自己的 纯粹的追求 获得的艺术成果 然后本来本身也是很优秀的 但是就是说不被认可的话 这个这个确实很难受 这个我完全理解 但这个这个就是 刚才云鹏想说的 这就是这个社会 那个是 对我再说 我前面在抖音上看到一个 他怎么说这个事 这世界上 所谓的公平 所谓的公平 呃 是非是非常公平的 你抱怨别人 你抱怨别人那个啥 就是说去找找找关系 或者是呢 那你也可以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要 他他他他这个意思啊 对你也可以找关系 对对对对 你要你你如果要玩这个 这个社会购资了 你也要去处理 是吧 别人在做做主播赚钱的 你也可以去 主播赚钱 就是你质疑他是没有用的 这是客观存在 前一段就是我看一个陈丹青的话 说商业社会搞艺术 这个时代对什么让人不利呢 对那群人就是真正热爱 对那群单纯的 然后呢 又很朴素的人 又不想再去玩 那么七道的事的人 他需要很久 是 他这句话说 对他可能行 但是很久 这个我特别同意 因为我特别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我看了一个那个中央美院 搞的刘法艺术家的那个展览 有很多艺术家 我从来就不知道 但那画的水平绝对是 放在中国社会里数一数二的 所以但但是我就深刻的理解 就那次画展给我了特别深的印象 就是有些艺术家 我就他就纯粹了 我就安安心心的画画 因为就是说周恬 你不要以为站在那个 就刚才林芬说的挺对的 你站在那个第一 就是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付出的很多 这个心力的代价 是你不愿意付出的 我跟这个领导怎么好搞好关系 我怎么把那个人踢下去 对吧 他天天想的是都是这事 对吧 那那你说他做的东西能好吗 就是就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这现在谈到一个 其实通过这个事 谈到艺术本质 对于一个艺术家 你唯一拥有的是 你艺术创造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否快乐 你是否自由 因为这个过程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定 那结果 一个是天定 一个是人定 对吧 那是那个关系 但是就是说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 你是否享受创造过程 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周天你 你也是一个享受创造过程的人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用太被结果所困扰 所以这个是每个人进入社会中要修炼的 因为你不可能拿到所有的东西 你不可能拿到 既拿到艺术的单纯与自由 还能拿到艺术的 拿到所有的艺术的利益 艺术的利益是需要你用 像一个政治家去经营的 你是不是这种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 咱有一次谈恋爱 我说的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这种合适的人 就未必能进入自己的生活 很多情况下 是自己内外之球不统一的原因 我听周天说这个事 其实老公是什么 这件事情也刷新了 我对这个 这个事情对我的痛心 是我之后再也不崇拜任何做取家了 你不凶崇拜任何人 你自己心里有个称 我跟你说 你说实在你第一次刷到 你多刷几次你就习惯了 多刷几次 真的 我还碰到什么事 原来我在生里面参加比赛 我跟我老师一块竞标 我拿到了 我我投中了 我老师落选了 还有的是我拿到金奖 我老师拿的是铜奖赢奖 你这种情况不是更尴尬 我原来还碰什么情况 原来我投标 因为我是故意把价格拉底 因为这个项目 我觉得比较有名声 做西藏的 做宣传价值 对 他有宣传价值 他是去 是立在西藏的 我也没去过西藏 所以我特别渴望 所以当时我报价 报的是 大概是13吧 13万 而另外我那个竞赢对手呢 他的实力是远输于我的 远输于我的 那个在 在各方面实力上 几乎就是个陪衬的 所有的品位都看出来了 就是我是 也去我工作室参观 什么都觉得我实力远在于他之上 他报的是17 17万比我多了 4万 对 那我是 基本上我是没有想去挣钱的 就是为了去西藏 这个体验 对 这个体验 然后你知道吗 当时就是 定的时候啊 连这个办事人员都跟我讲了 对 你去西藏以后 都给我们带点 回来 给我们带点 那个什么纪念品啊 多拍点照片 全场人啊 都这么认为的 就是我已经 稳稳地拿下了 这个项目 结果事实上是我没有 最后就 最后开标以后是没有 领导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 价格高 有价格高的理由 价格高的理由 我们选价格高的 这个事 是我直接都想不通的事 实力 他 他是政府行为 他为了去确定这个项目 他专门去你的工作室 去查你之前的作品项目 全部都做过调研的 都还能出现这种问题 我当时气的已经是 怎么 我直接是准备找到那个 政府办公室 直接冲到办公室 去跟他理论 我就说你要跟我解释清楚 是吧 论价格 论实力 我哪输他了 结果那天也奇怪了 刚好我过去 去政府的时候 那个领导不在 我当时也很年轻 我就想不通 想不通 作品好 实力强 价格又低 为什么不选我 是吧 多刷新几次 那一定是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我跟这个领导关系 或者是哪个环节 还是我们做的不够 我觉得就是说 往往这种事发生的时候 背后的利益关系 也没看清楚 就说白了 你指不定人家跟领导 具有决策者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做 你们做没有 平面平面 苹果标 老吴是在联合国 苹果很多标的 那背后的利益 可复杂了 这是谁出的钱 对吧 每个人都想分一杯 就是说你背后 你做评委的时候 和你那个看作品 完全 就你的才华 只在很小的一部分 这事是谁出的钱 对吧 这事是谁 谁谁 谁在这个圈子里边 最有影响力 对吧 这个价格是多少 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 注意在这个环境中 你的才华和你的成就 是这个角度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只是一部分 对 我经常投标 就跟我大学 大学的老师 冲突在一起 他们都教过我的老师 经常撞在一起 是多尴尬 是吧 所以说这种事情 多刷进几次 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 你主要心态 就变得很正常 就觉得这个事 非常正常 对对对 就说 我觉得就是说 周铁云鹏和我 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 就是说让你准备好 这该发生的 都会发生 我觉得 我们对 我们原来还 还经历过什么 去投标 跟别人竞争 有的没有落标 有的人 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 但是没有被选上 但西宁库 也做了几个月 那小稿做的相当惊喜 结果落标了 当场就把作品砸了呀 那是非常尴尬 当场在 在那个什么 评标会上 就把自己作品砸 就跟疯了一样的艺术家 这种感觉 有亲眼 对对对 我就亲眼看到的 有的人 因为从就是说 你付出的这种东西 你自己受的那个委屈 你自己这个十月怀胎 生出来的孩子 历经天难 天难险阻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很珍惜 别人他妈都不把这个 当一分钱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妈 这群人都是傻逼 就这种感觉 有的人 这种绝望和这种委屈 真的就 就真的 就是那心里的恶 一瞬间就会上来 是是是 所以说我说你多经历几次 可能你就完全没有就有面 但是就是说你要迅速把这种恶 变成一种曲子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行了行了 老爷们说的够多了 该姑娘们说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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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威 你你最沉默 这个来来说说 大家都聊过你新年那么多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你的经验 会会对大家也很多借鉴 新年要学习的东西是吧 然后 首先 就昨天跟那个老老聊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们大家就有共同点 就是中英之间的一个桥梁 就是其实我想把这个桥梁做好 就是在那个音乐和艺术推广上面 所以我打算 明年开始工作的之后 一个是学习方面 一个是工作方面 在学习方面可以多 多看一些 音乐管理 艺术管理的一些课程 online course 或者是去报名一些 就是导师的课程 去学习一下相关的艺术课程 然后推广 就是商业推广那些课程 然后工作上面 就是把领导脚果的项目完成好 然后在从中期间 就是把学习的东西 运用到工作当中 然后做好这个推广的桥梁 就是摸索出一套 就是从欧洲推广到亚洲 然后再返向亚洲推广到欧洲 这样一个双向的一个 推广的一个模式 对这是我在探索的道路上 就是明年想去完成的一个目标 那个昨天也想提醒大家讨论 其实这个事儿等会儿等会儿那个小宋也发言 那个就是就是中国和欧洲 就是欧美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信息传播的模式特别不一样 就是我们俩对比了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是对 咱们有好多圈子 但是大家如果 如果有WhatsApp的话 其实你WhatsApp很少建圈子 中国的圈子都是非常及时性的 咱每个人可能拥有几十个圈子 或者是上百个圈子都有 这不是云鹏一直都在努力的减少自己的圈子 但是这就是中国相关的 这个社会传播的有效性 但同时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东威这边更能有力的 把这种这个信息传播 能够在中国找到最合适的音乐受众 由于这些圈子的存在 我觉得这挺 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一点 还有就是 一个信息圈子的存在 还有我觉得欧美这边做的比中国好的一个点 是他们有很多的一些event 就是把这个圈子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就比如说我之前参加过那个阿姆斯丹那个音乐的一个 就是峰会 就他们会把全世界各地的一个音乐人 相关的人都聚在一起 大概两三万的人都在一周的时间内在阿姆斯丹 然后进行networking 各种的community的活动 还有panel 我觉得这方面是欧美的人就是做的还蛮好的 就他们线下的话可能做的比中国的线下的会好 因为现在就是在中国的话 其实很少我会听到有就是音乐的主办方会 就是礼拜这相关的一些峰会 就是让就是相关的音乐从业人都聚在一起 然后参加这样的networking的活动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学习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你怎么去比较一下 欧美的线下的圈子和中国的线上的圈子 然后探讨一种模式 把这两个圈子能够对接起来 或者能够有一个互补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也希望就是说 就说因为因为这个这个云鹏就跟你顺便说一下 对于他那个小小那个东微下下礼拜 就一月开始可能要上班了 可能周三的时间他会不方便 就是中旬以后正好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就是说所以他提前先说一下 然后那个什么正好正好他正好他要给老板介绍的项目 是未来他从学校走到这个这个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正好咱们正好正好我希望其他人当一回老板 对吧 东微就东微 对吧 咱都当回老板 然后咱们怎么去看他写的PPT 然后怎么给他一个这个这个反馈 那些项目其实就是围绕的 是的 这项目主要就是围绕的音乐推广 就是英国和亚洲的一个音乐的项目的联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是说我就就就把这个提前了 因为这个东微一月中旬要跟老板说这个事 所以就是最好提早 然后大家大家先先先先弄一下 我觉得这这很有意思 就就你刚才说的真的挺有意思 就是线上圈子和线下圈子 嗯 在亚洲的大背景下 欧美的大背景下 他们怎么融合 你看是不是就是说周铁这个 通过周围 那个那个东微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进入圈子 是不是比有时候获奖还有意思 找到你合适的这个伙伴和受众 有时候可能比获奖更更同样重要 其实我觉得就咱们这个圈子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圈子 其实我想留在欧洲 想留在英国 就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很享受 就是就是我能在英国这边找到这样的合适的圈子 就是通过线下的一些活动 包括线上或者networking也好 就是参加很多一些festival或者music event 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一个 就是很喜欢的一个追求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学习 就是东微说的这特别重要周铁 你刚就是说如果你刚毕业 最重要的是找对找找找到合适的圈子 而不是获得更多的奖 嗯 齐头并进 对 我觉得奖这个数容你可以写在那个你的CV履历里面 就是之后对找工作很有帮助 就是一个 也有帮助 对对对 就是是的 就是你进入圈子 就是networking的时候 你可以 不管是领营也好 或者参加就是你的social event 或者music event相关的活动也好 就认识就是跟你气场很合就正常到合的 或者是呃 你未来公司的同事就跟他们进行一些networking 对 像下次东微有什么就音乐圈也带着我 我作为你的助理 好 哎呀是我就想着那个伦敦赶紧结封 好 还有这些疑问呢 让我去参加一下 行行行挺好 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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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孙悟空 小宋自己未来生意上的希望要做生意了 我希望我能先找到方向 先找到到底要做什么 你不是要找到了吗 你不是说要做广告这个这个层面的生意吗 可以做 但是要再看吧 因为手里没什么特别好的资源 所以其实其实核心还是圈子问题 我觉得你能力没问题 关键是要进到一个合适的圈子 把这个资源能够整合起来 我也知道能力的问题 是是是 那那那那你有什么学习发展计划 除了找方向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这方就是要开始找到职业方向 那肯定啊 那那比如说就是说什么 呃这个学习啊发展继续继续找灵感啊什么的 也都可以说什么 继续找灵感 我放弃艺术了 哈哈哈 就这这彻底就 我们商业了是吧 创业商业了 对我安安精进的当一个商人 那可可以呀 这这这这方面你就更可以跟那个云鹏和那个什么 那个的东威这个这个都多交流了 哎我是非常理解中国的环境 是把每个人都都都都都马逊那个氛围迅速能把每个人都逼成一个商人 中国因为他每天听到那个信息 听到那每天那个信息刺激啊 每个中国人那种奋斗的那个状态啊 我真的是太阳人那个中国 所以中国有这氛围中国很有活力 你发现 很有活力 对的每个人都想创业 每个人都想 每年6%的增长率 你想啊 6%到7%的增长率 他逼着这主国家整体的发展节奏都是这样 那可不是吗 这个这个云鹏说的对 这个就老老老老老老老好多人说英国快 我说 你去中国试试 我老跟 我就看一个人 我就看人的一个状态 我身边大部分 小到 二十出头的 年轻人 大到六七十岁的退休的 都在 消检脑袋 创业 那种 世界海淀 你现在那海淀那个家长 那礼拜六礼拜前的爆班 那太可怕了 那种节奏根本就比较 真的 无时无刻不给你一种氛围 就让你就不能停下来 不能停下来 我觉得从2030年开始 到2050年 中国将在很多方面开始 带动世界 节奏不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各方面领域 干活干 我朋友在新加坡 为什么有些时候 议长开会两三天 还整不完呢 一说交给深圳 那个总部那块 一个上午 一个下午 第二天晚上就发给你 效率太低 你知道吧 那深圳18年 我看GDP都超香港了 你到这个10年之后 那很多领域都点 开始当老大哥 带领着全世界 别人一起玩 所以真的 我觉得就是 太嚣张了 我就觉得越来越走 我在今天开会之前 把中国那个GDP排名 发给大家了 上海3.9万亿 所以我认为云鹏 在未来在上海发展 是正确的方向 然后深圳 不确定 我还不能确定 我就是说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怎么决定 是你的事情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那天 我也在跟那个东威去聊 聊你在未来中英之间 到底哪个城市 因为你不可能 中国是一个太宽泛的概念 那我觉得就看GDP 是一个很 而且就那个信息里边 东威你也可以看看 为什么他那么高的GDP 他的点到底在哪 就是 所以就比如说江苏 虽然他到 几乎追上了广东 广东是最大的 11万亿 然后江苏几乎追上了 但是江苏的问题 是他那个人口老龄化严重 就是说你基本有钱 但是你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这可能也不太适合 我推广这种 像你这种小钟音乐 对吧 所以就这个东西 包括这个小宋 你做生意 你做哪个生意 对吧 你这些都有思考 我觉得就说 这个东西呢 不是一下子就能想明白的 但是你得脑子有核心几个点 我去怎么看 我怎么去看 这个适合我做生意的圈子 对吧 而另外一个 我怎么适合看我做生意的 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我怎么去看看 做生意的这个机遇 所以就这些东西 就是逐渐是摸出来的 不是不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让 就是说你看大家的目的 都很明确 但我为什么让东威做呢 因为他马上进入到 自己的一个工作领域里边 然后大家 就说既要借鉴东威 怎么想怎么做 同时大家要做在 你的屁股 给我做到老板的点上 你去怎么想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 刚入社会最大的问题 是你做不到老板的那个位置上 去思考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现在基本大家没有准备 我要把它 大家推到老板 那个位置上去想问题 这样你就能换位思考 这个很重要 我今天还在被批评 因为我今天因为我涉及到一个 一个项目合同 我那个税务的事情 我就搞不清楚 因为我这两年 在国外 我搞不清楚中国的一些税务 在开税票这问题 今天就被我爱人批评 说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不懂这些东西 你怎么去谈 是吧 这都是基本要掌握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像这个 那个什么小宋说完了 然后那个什么云鹏也开始说 你作为这个最有经验的 这个总结性发言 但我觉得这税 这不是一个这个大大的问题 这个老婆提 老婆说你也是提携你 关键你找个税务所 帮你做就是了 我这里是有很多 很多细节 我明白 因为我也做过广告公司的 那个副总经理 因为有些东西 这个税怎么处理的问题 是你领导要决策的问题 是 它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 对 我做生意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 我这个思维还是 怎么说 我从小 因为作为艺术学生 他 他天生好像就理性思维和精明度 不够 就是我感觉 自我感觉 我感觉自己 小宋 接下来云鹏说的 对你可很重要 这都是未来 你可能可能要跳的坑 因为这些年 所以人他需要互补 像我去建立 这个一些社交关系 去做一些作品 这可能我比较敏感 做一些开拓性的 但是很多细节的收尾 商业上的很多 他需要一些精明的东西 需要一些 对因为他需要一些利益的掌控 因为小宋呢 就是说 我觉得你做生意没有问题 但是我稍微有点担心 你这人太值 除非你 你做的是你真正信得过的人的生意 但你要真正走到社会的时候 你这性格 我就略有担心 但也不是什么坏事 宝贝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社会上是这样子的 性格 他性格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你 我觉得就是说你社会上肯定会 跟咱们的聊天肯定会有调整 但是就说 但是即便是如此 就是说 你本心本质上 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还还是挺直的 就是就是说 说句实的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可能完全不带你处理社会 这种反应出来 就你肯定 咱们这个环境 就是通过老吴的经营 相对还是自由 自由开放的 我觉得这 这肯定会跟外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你就稍微还是要注意一点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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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社会还是很很复杂 很复杂 当然我想你的经历也也不少 提升你意义 这里我从我第一次创业 前几年对创业 我发现还有问题 就是一个人认 如果你要是想做公司 或者做团队 就是你的领导力非常重要 领导力 就是 你要有聚集人才的能力 你要 就像这五个一样 他能把这个形式的不同人聚在一起 而且 做学术跟做公司还不一样 你过做公司才里面 还有个利益问题 利益分配问题 利益规矩的问题 这些都在提前去 要预设好 所有人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 又能够抱团 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这个其实是 尤其是 因为咱都是学术人 但咱也 报嘲一下咱们的学术 其实学术圈 大家学的知识越多 心眼越多 其实挺不好调理的 好 那这里可能就有个 有个文刃相亲的问题 是吧 对 有点这种 尤其是做艺术 你发现他大多人 不管他作品好还是不好 人都他一个都有一个自信 他也都有点傲娇的那种气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又没有标准 对 东威 我不让你参加那个Toastmaster没有 因为我呢 个人其实管过那个Toastmaster 在北京 北京的俱乐部 因为那时候我当主席的时候 是2008年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奥运 国家也需要普及英语 所以就说这个 允许我们搞这个国外 关于公共沟通类的这种俱乐部 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经验 我觉得领导最大的经验 其实核心就是 就两个维度的三件事 一个是你得把愿景构化好 让大家觉得这愿景合适 大家都愿意往那个去 第二件事 就是把愿景沟通好 让大家觉得这是自己的事 第三件事 就是你得有实实在的执行 让大家能看到 看到这个 冲着这艳景去的好处 那另外一个 就另外一个三个维度 就是 就一定要把过去领导的关系处理好 这尤其在中国很重要 过去的领导还是领导 这是咱中国的一大特色 就是你得知道 这个组织发展到今天 我是站在了过去发展的一个 这个肩膀上 然后另外一块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现在你要把 刚才我说的那三件事做好 在过去的肩膀上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最后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是我做 那个Tosmart主席 最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知道 我无论做的做好 永远最好的是下一届 下一届领导 因为他们会做 历史永远是放前发展的 永远是下一届会做的更好 所以我能不能做到 在我离任的时候 为下一届 比我做的更好 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 最重要最重要的素质 与心态的素质 心态和素质都都有 因为就是说 我特别 我在Tosmart做主席的时候 资金最实力最充足 各路英豪都来我这汇聚 然后就是说 就我的成员涨得最多 但是我最自豪的是 我组织的下届政府 比我做的更好 你选人选对了 我真的用心去选 那这真是一个 就跟咱今天的聊天 看似随意 那老吴在之前 每个人我都捋一遍 就是 原来有说 耶利钦 说俄罗斯那个耶利钦 说这个人 在任上没做啥事情 但是他唯一做的政绩的事情 就选了个普京 就是他看中的 这是他最大的政绩 对 就这个是真的 因为就无论任何一个历史 对吧 最最难的是什么 权力交接 这就如果能够做到 在任领导 能够把权力交接好 就是他对历史最重要的责任 所以你在任的时候 做的再牛逼 对吧 权力没交接好 你做任的权 所有成绩都可能毁于一代 所以是 还有一种就是人 他选接班人的时候 希望选 倾向于选这种 价值观跟自己 比较接近 对 这里好像也有一个技巧 不然他上来 又把你的全部给你推完了 我就发现 我做需要文化 我发现一个规律 只要是新校长 上来 几乎都是把 要把前面那个人的领导的 思想啊啥 全部要推翻 最好推翻 相当于不服 就是像老吴那样 能够把过去看清楚 把现在看清楚 把未来看清楚的领导不多 因为云鹏你说的 那个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因为就是他不把过去推翻 他的自己的权威 树立不起来 这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云鹏 你新年有什么学义计划 说说 我一个是 学术方面嘛 就是把自己的英语 再提高一下 然后把这个当代艺术思维啊 都跟各位聊聊 因为你们 在英国都 这个浸泡了这么多年 很多地方还要 跟你们多请教 你在欧洲也没少浸泡 我没有 我偏安一语 学术上提高一下 然后把自己的那个作品 方向再完善一下 最近我也都在 按照 按照你上次给我提的建议 我也 还有周腿给我的建议 我也有找了一些资料和艺术家 我已经找到几个艺术家 我发现他们 很多东西跟我研究的 理念 比较相似 那就我看怎么在他们的技术上 在 在升华或者从其他角度 做得更好吧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在思维上面 尤其是在财商建设方面 我想再再努力提升一下 什么叫什么是财商 就财产的财吗 啊 对啊 就怎么怎么怎么玩钱 没说白了 我上 被被被被被弟妹给数了的吧 啊 是啊 这弟妹也是为了提醒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 我说人生最重要的 你能控制的 几点吗 一个是学术读书 让自己不俗 让自己不惑 第二点就是让自己 有挣钱的能 挣钱变现的能力 这个能让你不去 能让你不困于事 而且这我觉得也是一种 人的能力的体现 也是你把学术和这个知识 转化成 这个物质的一种能力体现 我也是 最近也是 最近我昨天跟朋友隔壁吃饭 然后呢 你看三人行毕业我是 有一个本科刚第一 武汉的 然后就申请到国家奖学金 这边我们是卡尼科大学的院长 在公学院 非常的聪明 就跟他聊一会儿 他比学三年自学小技行 就是大学特上生 然后呢 研究生都不用读 然后 通常我们就聊到 因为有个学商学院的 我们就聊这个 我就想跟他聊一下 就是创业股票啊 A轮 天使轮 这些概念啊 变现啊 这些词都代表着啥意思啊 然后我就跟他们学 人家那个博士才223 那小孩呢 跟你讲的瑞士银行 这那那那那那 那家族什么背后 什么 三人行毕业 我实太可怕了 年轻人 他妈真的不讲武德呀 年轻人真不讲武德 就是太可怕了 就你这种冲劲 你在你的领域里的冲劲 别的在那个领域冲劲 我说你都是啥时候学的 你不搞工程的 你这些咋了解些 他说我就是数据好 另外我英语好 我在本科的时候 就看好多这些经济学 实际上你可以自己看 所以我觉得 我对这方面有兴趣 我准备开始 每天看那个四五分钟 在做的动画 讲经济的原理 要有概念 对我要 我要看那些东西 因为我对这感兴趣 我此前我一直觉得 金融圈离我们很遥远 本啊 编辑地讲效应啊 什么这 我觉得有 这老吴都懂 你们要想讨论 咱讨论没问题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我要理解了一点 我觉得 今天说完了 每个人都梳理一下 写一写 对对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别老光想 想完了就过去了 这东西写出来 你再能轻重缓急 再去摆 这就跟排兵布阵一样 所以就说不要说 就是聊完了就完了 今天我觉得 大家都简单写一些 写一写在群里发一发 发一发咱再摆在一起 那个看就更有意思 我看每次东维都挺做笔记的 我刚刚也从准备开始 其实有人会做笔记 对对对 那个东维怎么做的笔记 到时候方便分享也分享一下 我看就是咱们 咱们两个学习委员 就是那个云鹏和东威 这两个学习委员 这个笔记都记得巨棒 俩学习委员 俩孙悟空 我是觉得你们讲的太好了 有一些重点知识 然后我就把关键词记下来了 那个我下一次一个联合国的工作经理 第二就是金融金融这一块 你也照顾 也专门讲一下 就是你原来干的活 好行 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说 我觉得就你们要真想听 我就单单独就这周日 我给大家讲一次 那个周周日 那个周铁那个开会吗 那我们现在我们吧 一般开会都拜六 突然来个连结说 下周开会 现在我还不知道拜六 那个开不开会呢 OK 就因为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讲 讲一讲 那个什么 那个东威 东威你原来也是做审计是吧 对 对 对 那个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 那个 我可以简单跟他 大家讲一下 那个联合国的工作 和那个 这个企业财务报表 三大报表的关系 哦 所以还有一个老公 你不说 你不说你还什么 我当过广告公司的副总 副总 创业 太得经历了 这个是找个这儿的用啊 就 你问我 这不是老吴是老美院毕业的吗 我有好多朋友都是广告公司的老总 然后有 我在德勤的时候 在德勤的时候正好 觉得审计特没劲 然后就到我那个 朋友那个公司里当了 那个 这个 一个月的副总 哦 这你也感兴趣 感兴趣 感兴趣 我也感兴趣 我 像我对广告公司 他的运营和这个和这个 他做什么这方面的 没有太大的概念呢 哦 就广告公司主要是 就是 就这这容易 就是这几句话 广告公司就是三个设计 一个 Ci的设计 Ci的设计 Cooperate Identity 就企业形象 整个 整体的 比如你 你这企业穿什么衣服 那个 标 标识应该是什么 就核心 就三个东西 Ci Cooperate Identity Vi Visual Visual Identity 就我的视觉 整个的 然后 然后 Mind Identity 就是你的理念 哦 就是我是企业 我给你钱 你帮我做这个 就设计这个 整个的这个 其实主要是 视觉形象系统 就他 这就是我的标识 应该是什么 怎么去反映 我企业的理念 然后我的 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字排版啊 这这这 这所有的对外 沟通的系统 我都应该是什么 我企业应该是什么颜色 比如说 这这个懂凤水的 哎 我老板 我我红色 对我 忘我 对吧 这这这些 你都得综合进去 你得 这个这个 所以 这这这这套系统 你怎么怎么去 去去给企业去设计 那我很感觉 广告公司 他最大能做到 啥样的强度呢 因为这就看 就说白了 广告公司 就看老板的关系了 因为就说 我说的广告公司 因为我做过 主要是跟设计相关的 那还有拍广告 那种广告渠道 因为这这这些东西 因为就是 这些就能东西 因为我我以前多少 他都是有利益潜规则的 就这个渠道 比如说 你周铁是大老板 对吧 某个公司大老板 你把这广告 做这渠道的 这个你相关的 这个负责广告的负责人 把这个业务给了我了 我必须给你返点 这是行业规定 但是我返点 又不能 给你的这个职位带来危险 那咋点呢 那咋点呢 那你 对对对 真真真让赢得人的信任 你就是说 你你通过各种手段 你让人知道 人家拿了你的点以后 你不会把他从这捅出去 这个不就跟政府说 找这盖楼 就是招标 给那房地产商 那不是一样吗 那你以为呢 这个咱不比较 咱不下比较 比较咱是 咱视频播不出去了 但是就是在广告 广告业这个反点 是行业规则 但是你就必须得 进入这个渠道 这个渠道可不是 找设计做事 这都是容易的 关键是这个渠道 这里面水也很深 凭啥给你 不给别人 这当然了 这每个行业里的水 都很深 活着太难了 有没有一个月 一千二 一千五的地板 给我看一份 我喝粥吃酸菜 下包的就行了 那你 那你来 你来北欧吗 那个什么 周铁周铁核心 就是就是说 你要想单纯 你就做这种网络教育 这个 你能 一个月五六万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关键你不是觉得 你这才华工作就要有亏了吗 你想做点事吗 但是你做点事 你不懂这些关系的处理 我现在就点 从这个经济学入手 我没学过 丧学院的人 我就点从这入手 我点明白呀 对不对 同样 我跟你说兄弟 就跟你说 那个学音乐一样 你哔哩哔哩 里边那个 那个随便搜搜 那个上市 怎么回事 这个什么 怎么回事 然后有机会 这个谈事的时候 那个什么 云鹏谈事的时候 如果如果可以 你跟着一块谈 你跟一下 就就就差不多了 是这么回事 对老吴还有 大家有还说吗 我有个东西 跟老吴探讨一下 你说 我昨天 我昨天有两朋友 他考进了南昌教育 这是个新成立的 现在还在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了 群里看的 群里说了 对 我以为大家没看的 就是我发现 就是说三种势力 肯定第一个是 省政府政府 这边 那边 你俩有个指挥家 然后还有一个是 演艺集团公司在运营 或者是大剧院 做后台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你不能等到 你五六十 有了那个 那个名头的时候 中央才找你 所以我觉得 有点从基层做去 是 你得这个圈子 一点一点往上 往上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趋势 马斯洛需求 我觉得就是说 一定会往上的 这个中国 我觉得这个 这个种状态 对 我觉得是个趋势 我觉得中国的特色 这种趋势呢 是两个维度的趋势 一个是他 本身那个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他自身的需求的趋势 另外一个还是跟他一把手的喜好有关系 其实这玩意很多都是一把手工程 对 对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 很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本质的这个倒霉道 我觉得南昌 多少有点早 对呀 就就 所以这个东西 我发给大家 那个GDP排名特别重要 就是就是就是他在 一般我觉得有音乐这种 无论是城市还是省 就是他得排到前十 对呀 他才才能有 所以南昌这个事很有可能 是一把手领导的一个 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他 我品轮就是说 你想做这个事呢 你肯定找中央音乐学员 你是沈阳的 你是四川的 你是深圳 你是哪一块其他的 你也没用 他呢 另外呢 你不知道背后关系 但是我朋友昨天在深圳教育团 他说他们还在筹备一个叫保安吗 保安爱乐乐团 还没筹备完 但是现在都是深圳教育团的人 在帮着演出 就是说 未来我觉得 就是像你GDP 你排的前十个 你真正发展好了 这都需要 都会落地的 绝对的 对 这个是一个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一个需求 反而我觉得在英国 这个事情就不可能了 英国那些东西 也本土的东西 BBC 伦敦交响 这都成型了 欧洲 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对 饱和了 而且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英国 英国的任何东西的存在 它既有 既尊重文化规律 又尊重市场规律 咱们国家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市场经济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是咱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所以有的时候他某个人的意愿就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 对对对对对 西方你且得讨论呢 对不对 对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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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这个这个需要这种投票选定的事 那你跟我做一件事多困难 得得反复半天呢 但是昨天我跟我爸聊天 因为说说一个一个人一万七一万四 这个乐团是很高的 昨天我那跟那个华为的同学聊 他说聊什么呢 吃饭 我说那一万七一万四也不高 我说那你看你的时间利用率是多少 半一到半五一天就两到三个小时排练 你妈一个月一万六一万七 你自己算一下一个月你工资两周都不到 那时间这么好 其他时间你自己教学 乐团就是这样 新加坡教学人早五点到十二点 下午该干嘛干嘛没人管你 因为大家是专业的上来指挥乐团 假如说有一个朗朗跟你乐团合作 说拜五晚上演 但是你们拜一拜二就排练了 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 五个上午 但是他拜四才来 为什么 他不会提前跟你来的 你只会要负责把所有东西打好 他来了就是过一遍 觉得没有问题 明天早上再过一遍 晚上演出 就是高校的 所以你看你的一万四和一万七是怎么挣的 就我华为那个 早晨凌晨两点还在发邀件 还在准备开会 所以我说大家可能都在挣钱 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你的那个时间 所以就是而且我跟我爸就聊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说一个乐团五六十人 一个人一万七一万八就算两万 那实际上搭个乐团 他的工资和体量 就相当于干一个省级的高中呗 重点高中呗 一个高中二百个老师 一个老师平均工资一万块钱的话 那其实跟那个搞个乐团也差不多 其实对于省里就像你说的老吴 对哪个领导的好这口 它整起来它是很容易的 关键就是说周铁 比如说你自己要想整个乐团 就是你既要 就是我觉得你的能力在于 你怎么把它既这个乐团 既看成一个乐团 又看成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怎么理解的 这些乐团的成员也可以当老师啊 对 我对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南昌那个地方它不行 哦是是是 因为它的这些 就是我的朋友 他演奏演奏完了之后 他教学或者说其他的东西跟不上 这就是为什么深圳可以行 哦是 这这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就是说你怎么看 看这个事 就是说就是说 乐团它只是一个 一个这个团队应用的一部分 就你刚才说得对 每一个乐团 它的时间是很充分的 对 你既让他表演 又能让他帮帮你做教育 你这个实体的竞争力就大 嗯 其实我觉得 不用说四五十人 如果你有一个二十人 十到二十人的 你都可以在深圳的学校 开始做这种东西 这种乐队或者这种普及 我觉得这就给我很大的市场 就这个东西就是 就同学们 我下一个希望跟大家讨论的问题 就是就我们如何从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个月 已经非常成功了 我们非常愿意聚在一起聊 那下一步走到 我们如果一起做点什么事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这个怎么把这事做起来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就顺着这周铁这个话题 因为周铁 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在英国留学 英皇啊 这个威尔士啊 这种学习的人 作为一个个体 你肯定在中国 这个这个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这并不新鲜 因为学这些的人并不少 但是如果你要真牛逼 你能组织一帮英皇的人 能够抱团 在中国做点什么事 那你就 那你就跟别人的竞争力 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就说 我觉得下一个话题 就是刚才大家 就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 其实 虽然领域不一样 但是其实核心的东西呢 有几条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这种中英的链接 对吧 那无论是从音乐的链接 这个雕塑 还是我的绘画 还是小宋这边的这个表演 他都都是希望在中英之间 那我就觉得就是说 咱们 咱们就是如何 就是说 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咱们要想一起做点事 怎么做呢 我现在想不清楚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让大家每个人 都这个一月份组个局 组织大家讨论 但是从教育层面 我也就做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怎么去 做到一个这个 大家一起能做点事的概念 大家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现在就说 跟你们每个个人 我都看到了 比如说跟周铁 我准备 这个就学音乐了 这个从音乐和指挥的角度 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然后比如说这个 我跟云鹏 我其实我特别喜欢讨论 合伙制这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你看未来我那个什么 我觉得我那个议题设置特别好 就是合伙式的建立 和夫妻结婚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话题挺有意思 包括我觉得跟东威这种 这个中英之间的 这个音乐传播 他的模式到底是什么 这个体系到底如何切换 我觉得这都很有意思 包括跟那个什么 那个跟小宋我也聊 就是如何把这种表演的 这种姓势融合到教育里边来 所以我现在觉得呢 就咱们一起可以做的事呢 其实是 我觉得我能看得到的 一个是线上的 一个艺术表达形式 另外一块呢 就是教育这块 这是我目前能看得到 咱可能能往下推一推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啥想法 就咱往下做这些事情 我感觉做这事 我们还是太早 因为我们还没有 我们的国内或者国外 我们很多东西 现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事 可能我们现在短期 不能聚集做出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持续的 去在彼此的学习和交流当中 然后一点一点的 我觉得还是太快了 这个周天你说的一点没错 我一开始也强调这个事 但我觉得就是说 我开始说 咱们开始说这个事 跟最后做这个事 还是肯定会有距离的 肯定我觉得更多的是 就是说 咱未来咱都工作了 咱能保持这个聊天 然后咱们能够 就是说在工作过程中 突然发现咱们资源全都对上了 因为做事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因为现在咱们 咱们所处的状态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东威和小宋 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了 咱仨仨大老爷们还在学校里面呢 对吧 姑娘们处一个先锋关的作用 姑娘们 天下你们先打 我们老爷们在后面 我们这个小组 第一是成长 我们五个来自不同的这个专业 不同的经历 像我跟五个 特别是我跟五哥 我觉得我们是在社会上 是几乎是摸爬滚打一圈回来的 叫百战归来再读书 对对对 知道吧 五个 我们这个情况像什么叫 就是过去那种 黄埔军校分为两种学生 一种学生就是直接考上来的 一种学生是打过游击战的 就已经是这个 打过很多战役上再回来读书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要啥东西 对自我认知 包括对未来的定位 你是有很多可以 重新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跟你 为啥我跟你提出几个问题 我觉得说的都非常直接 我们现在关注了 你要建团队 如果你作为我们作为领导人 或者是重要的合伙人 这个合伙制度非常重要 怎么让把人才聚在一起 并且跟着你走 单枪匹马是肯定干不了什么 大事的 肯定做不了的 单枪匹马 除非你自己搞学术 这个没问题 所以成为艺术家 这个问题不大 但你但凡想做一个团队的话 我发现这个领导力 和合伙制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还有刚才你说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利益渠道的设计 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在中国的游戏规则下 这几乎是核心 是核心 当然这背后 咱们就不说才华之称了 说实话 多少美女有才华的人 多少专业才华不如你的人 他们照样可以在这个游戏规则中 玩的风生水起 这个你很清楚 对不对 也不是说你单纯 光有才华 有学历 有海外背景 你就一定能起得来 这两码事 对 是 是吧 当然你有 这个东西只能是给我们增加了 竞争的筹码 像敲门砖 对 但说算了 敲门砖 但只是把门敲开而已 对 那些在中国那些土卡 没有文化的人 你也知道很多的领导 他是真的没有文化 或者是一些投机赚业的人 是吧 那你凭什么去跟他竞争 那就是在我们技术上之上 我们不能去排斥中国游戏规则 对 是的 欧洲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游戏规则 那个 但凡想在中国 因为中国确实我是很靠中国的这个火力 发展机会 你就是要适应这个游戏规则 而且还可能要比他玩更好 对对对 因为你的优势 我觉得玩这个游戏规则本身就是一件 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都不比 就是他不比做艺术要差 是 那个小宋你这个说的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游戏规则本身就是一种 社会的performance 就是事实上就是游戏规则的设计 就是一个social performance的这个设计 但是我觉得那天 那天我跟那个周铁聊医院就特别好 我觉得周铁最大的优势是 他觉得这事得用中国的教育体系来跟你讲 他就切换到中国教育体系 然后说就讲创造了 没事 这事得拿西方的教育体系来讲 他就给你切换到西方的教育体系 我觉得这是周铁牛逼的地方 我前段时间不是跟我导师 跟我黄业导师聊天 他就直接问我 他说云鹏 你是想做公共艺术 你是想在中国丹麦还是回国 他说每个国家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是吧 连美国跟英国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你到底想干啥 说得非常直接 这是一时的老师 他说你要是 他说你做公共艺术 主要是跟人打交道的 主要是跟人打交道的 他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还很了解中国 他说你要考虑一下 你的作品是放在博物馆 还是放在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就是跟人打交道了 是吧 你想清楚 你要是跟人打交道的话 你要考虑要不要换个课程 我教不了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责的老师 真的 我说了 我说我想用当代艺术的思维 跟我以后的公共艺术 想结合 我希望能创造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这么表达 我说我也不排斥 就是放在博物馆 放在这个美术馆这些东西 我也愿意去学 我既然留学了 我就是要打开自己的思维 去接受这种文化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聊到现在老吴就比较满意了 因为这是老吴没有预测到的 但是我觉得 这回应刚才周铁那个事 就是说周铁你刚才说的没错 如果咱们这个团队 就是如果一看刚要做事的话 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确实还没有到 但是我考虑的是就是说 就是老吴的任务是 跟他陪伴大家三个月 对吧 因为我这个跑动英文的任务是陪伴大家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 就是说事实上 我想问的是三个月之后咱们还做什么 但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这个找的点就很好了 就是游戏规则的切换和设计 对对接设计 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像这样子啊 你说你说 刚才我说了一个是我们要尊重 中国不同国家的游戏规则 少一点 我说少点这种抱怨 抱怨是没有用的 没错 接受 而且 一个人一个活法 一个国家 而且说出来的 妈的你能玩我也能玩 对不对 我只要玩 我按照你中国游戏玩可以啊 我不仅专业可以 而且我在人家上也能搞了过你 对不对 为凭啥我再放这书了 中心你不行 我可以帮你啊 对不对 我可以补补你的 是吧 我可以知道你去怎么干 是不是 说到这个时候 云鹏就显示出了李云龙的霸气 对啊 我教你吗 你跟我说 评论都是谁 拿出来 直接请讲 对啊 是不是 我帮你去搞定摆平这事 你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互补 优势互补 技术互补 对不对 要公关公司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就出钱 消灾包你 帮你消财 是吧 你认为 很难的事情 对人家来讲 可能就很轻松的 电话一个 是不是一顿饭就解决了 你觉得不公平抱怨 律师也往往有这种能力 是吧 我不谈 你去找律师 我跟你讲啊 我在 我在我们那认识 几个司法庭管律师的 你也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女儿 或者让自己的海区 当律师 他很清楚中国 他不是按照 是吧 不说了 哈哈 辣志 辣得懂 就是说 就是说 云鹏的话 我可以接着说 因为云鹏说的很重要 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讲情理的社会 把情是放在理的前面的 所以就是这个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说你要先把情处理好 再处理理的问题 对 我说一点 第一点就是 各国的游戏规则 你要尽量的把它 这个了解清楚 不要排斥 也不要抱怨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所谓在海外的这些人 一个很大优势就是 你要寻找在中国和海外之间的 这种 这种细细差 跟这个 跟就是啊 这个优势 优势点在哪 互相作为互补 只能 如果说你像在两边跑的话 只能从这方面去找 我们在这上去找 无论是教育 还是科技 还是人文 去找那个 所以东 东东 东为你的任务 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中国线上的圈子 和西方线下的圈子 它的信息差在哪 然后在 由于这种信息差 我们作为之间的人 我们的价值在哪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率先开始研究 好的 我就发现 有几个例子 你像那个 我原来有留一个像李小璐 原来听说不是去美国吗 他就发现 在美国很多地方 他买东西特别不放 后来他就在美国 把中国的模式搬到了美国 什么便利店什么的 他就赚了一笔 对吧 中国很多模式 同样可以搬到国外 那国外很多比较好的点子 他们这些人都比较钻研 你同样可以去 靠避他的一些好的点子 一直到中国 我觉得只有在这方面 因为国 这个地域大了 人的思想不同了 你可以在这上面去找一些 点子 先说互补 拿圈 就往哪补 这是你在海外 我觉得是最大的优势 我就希望就是咱们未来 能成立一个点子公司 就跟那时候 那个什么葛优和那个谁演的 就是那个3P 出点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云鹏 我觉得云鹏说的特别对 但从我也希望就是说 从那个小宋那边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我不知道从你这边 从那个表演设计 performance和游戏设计 就游戏其实也是一种表演 但是它是在一定规则下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跟小宋跟你聊 也是就是说 其实你的这种表演设计 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你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规则 把大家整合在一起 表达一种 这种你个人的一种观念 那就是说 那你现在也要从商了 但事实上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聊的 事实上是一个游戏规则 对吧 对啊 我干设计公司 干设计员 我见过多少老板 根本就不懂设计 他原来都是搞这个 什么贸易 他觉得有点资源 他就做设计公司 啥那个 都是半桶水 照样做得很好 业务可以记得到 你凭啥是不是 根本跟你专业 我觉得专业是一个基础 是吧 更何况我们都是搞自己专业 自己有几个专业背景 很能力的 凭啥你做不好 你差 无非就差点你的 圈子问题 跟你的能力问题 是吧 没错吧 五哥 没错 没错 说的挺好 我就觉得就是说 这种不同的游戏规则 咱们如何游走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 这个就是尤其是咱们 咱们逐渐都进 从学习阶段 进入到工作阶段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咱们这个考论的 永恒的主题 让我感觉中国 中国你只要 懂一些游戏规则 所占的圈子比较正确 赚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所谓抱怨 正确的男人 全都是不在这个 这个利益圈子 是吧 你当然拿了 是吧 他凭啥给你 因为我觉得未来 尤其是观察我 那个室友 我认为未来的这个社会 是一个游戏性社会 因为大家 因为现在年轻人越来 小宋 我不知道你 你玩不玩游戏 你玩吗 对啊 但是我就说 现在大多数孩子 大多数在学校的孩子 基本都在游戏 这周铁玩是吧 我就是睡前打两盘 王者荣耀 是是 但是很多 你想我室友 他在屋里 一待一天 他可以玩一天 一天一夜都行 奶头做这种 TT payment成功服务了他 是 所以就说 其实未来 孩子们越来越这样 其实未来的这种 工作生活 是一种游戏性的 这个状态 怎么去做 比如说上次我跟云鹏聊 我觉得云鹏有一个 那个设计就特别好 就是那个钱的概念 对吧 就是说 因为以前咱们的交易基础是钱 但是那天 就是跟云鹏聊了以后 我发现我看待周围的事 我都想着云鹏 那个说的事 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片吗 在那个Netflix 有个叫 那个美帝奇家族 那个我真的建议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特别喜欢文艺复兴的那个历史 但以前学历史都是在这个学术的环境下 学历史 没有看到 没有把这个美帝奇家族 没有把达芬奇 没有把教皇放在一个故事里边去看 然后你知道云鹏 他有一件事特别启发了我 你知道什么吗 就就是那个谁美帝奇家族想去影响 他那个那个教皇的选择的结果 然后他选择会选 但是那个会选到 他最后都钱都没了 你知道吗 你看没 不是你让我说完 你让我说完 但是最后一点 他就外边人帮了他一把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立马起 像我想到咱们咱俩的这个聊天 他就说 这世界上的货币并不只是钱 然后他拿出了一个小本 你知道那小本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能够选教皇的 能投票教皇的红衣主教 所干的垂事 在哪有私生子 在哪挪用了公款 在哪私设小金库 所以他拿这个 他左手拿着钱 去贿赂红衣主教 右手拿着这些 他们的这些黑材料 去威胁他 这当然 但是这个东西启发了我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能够用来交易的 不止只是钱 但这个黑材料是一个反对 但是另外一个人 他在说 就是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大家不能说交易技术 互动技术 那就是爱 那就是我看了美帝奇家族 我才知道文艺复兴 那么多美的东西 并不只是为了美 而是平衡美帝奇家族 内心的邪恶 因为我美帝奇家族 成为这个 意大利乃至欧洲的中心 我要做很多背后的 这个肮脏的交易 谋杀 汇选 尔虞我诈 但是他是用 这个 那个文艺复兴的 那种对美的追求 平衡了他内心的邪恶 所以就说 你不看这个片子 你永远不能真正理解 文艺复兴 但这个东西又回来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钱的因素 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共情的因素 就这 就除了汶川大地震 那种对于死亡的那种共情 那在这种正常阶段 尤其在疫情 叫我们共情的基础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 尤其是最近 我这不是那天 也给你发了 那个老广的 这个生活那种 那个片子 我觉得 其实就还有共情的因素 就是吃 咱一谈好吃的 我觉得大家就 这不用 大家有什么文化差异 就立马就可以共情 所以就说 还是可以 如何去更多的丰富 所以你看 就说 这就回到 你原来 那个critical thinking 我觉得critical thinking 很重要点 就是切换游戏规则 很多人也有 也有完全不能适应 接受不了中国的 这个一些情况的 他就 一居海外嘛 是吧 他接受不了这个氛围 是 人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这种 这个生活方式 但你要选择的 好了话 你就不要 就不能太多抱怨 就只能去适应 而且玩的比别人多好 对对对 所以就说 就说 那个 比如周田 这个 这个 这个进入社会 就是新的玩法 你得就 就就就 重新设计自己的游戏规则 对啊 是 你要知道知识分子 有知识分子的 这个优势 我 我举例子 之前我 我一起合作 跟我一起合作的温州人 那他身家一年 不算多 几千万 但是说实话 他想 他跟我一块去谈一个什么声音 或者谈什么的话 他连学校门都进不去 我打个电话就不行 我去 因为我是作为 一个知识分子 去指导这个学校工作 他有钱 他也进不去 是吧 他就是个老兔老板 但他很擅长做公关啊 是吧 利益渠道搭建 对啊 他很擅长啊 对啊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他有他的优势 云鹏这点说的特别对 就是 其实就是说 就这个 这个小宋也参考你 因为我并不了解你 你做那个 那个 经商的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咱也没聊过 但其实作为老师 和这种经商者的配合 其实挺重要的 那时候我在联合国也是 有好多这个企业的老板 非得要在学校 或者在联合国项目里 兼个职 因为你在联合国项目 兼个职 或者你是老师的话 你的兴奋和利益就中立了 对吧 那我 比如说我当官的 我去见老师 我的心里就踏实点 因为 我们说的清楚 但是我要见一个富商 我就得算 我就得 我就得想想了 因为这别人看到了 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就说 我们作为一个 就是说 在学术上比较顺长的话 我们可以做老师 包括周铁 我们做老师没问题 但是我们如何跟经商的人 打配合 把这个买卖做下来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是啊 我说我跟温州人合作了好几年 说话温州人 他们深度合作了 深度合作 我对他们的 也算是跟着中国 中国比较顶尖的一批商人 混过一段时间 他们的理念 确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 很多做法 说的确实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学会 切换思维方式 那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商人 永远想 当你看到你的时候 他只是把你看成两样东西 你要么是成本 你要么是收入 对吧 搞金融的人 永远想的是 这钱我如果给了你 什么时候能够给回来 利润率是多少 这是商人 那个中央领导 永远想的是 你跟我做这个事 对我的老板 对我的升迁有什么好处 能给我什么样的政绩 那地方老板永远想的是 这事做完了 能够增加多少GDP GDP增加了以后 能对我的升迁有什么好处 对吧 就大家 就是大家刚才我们说了 游戏规则的切换 文化的切换 那同时就是 大家跟谁谈的时候 你的思维的切换 就是刚才云鹏说的 就是你 这个你跟商人的这个思路 到底是怎么样 你怎么去切换 切换完了 如何找到共同的点 这是很重要 这是需要实战磨练了 这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 这个学校老师没教的 但是还有点就是说 我深刻体会到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真不 你真的做不成什么事 你又24小时 你还得睡8个小时 团队的 小宋你未来做生意 是单枪匹马做呢 还是团队做呢 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做呢 是啊 那就说说你的计划呗 说我的计划 我也没 我也现在也没什么计划 但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一直在做广告后期 然后我也 反正我还没跟他聊过这个事 因为我小心吧 如果有要做的项目 确定下来的话 可能再去跟他聊吧 但是 事定了才好谈 对 但是是有个对非常 刚好也是就 其实认识才不久 九月份认识了 但是到现在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如果是有这个事要做的话 可以找他一起做 也是一个做事非常靠谱的人 但他也想在中英之间做吗 还是就做中国的生意 我就好奇 他应该 他应该没有想在中英之间做 因为他没有留学背景 OK 他主要是做中国市场 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做的话 其实就没关系 上次 我问你说那个 搞数字技术 那孩儿跟他沟通咋样 我还得跟他聊 因为他是 他是我们在那个UAL的学术部部长 也挺忙的 他 估计 年 年前他都在组织化展 估计年后 我再跟他跟进一下 谁 UAL 就叫张艺之 你知道吗 学术部 现在UAL的学术部部长 张艺之部长 哪个学生呢 UAL 应该是CSM 那个周田 你刚才想说点什么 我那没没没没说上话 想说啥 我突然忘了 后来我就忘了 进入社会的游戏规则 我昨天 哎呀 还是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 真的 其实我其实 无论说国内有没有好环境 我觉得在国内还是说是 嗯 完全想做事啥不行 就是你不知道 从东阳跟上海 其实 能培养那个音乐的人才 地方你比如说 这些院校 其实都不太行 你包括像那个沈阳一学 昨天朋友他就吹长梨的 他的老师给他上课 就基本上就找他聊天啊 四十五分钟 聊了三十分钟 就让他吹两下 完了 男的老师 他爸是副院长 他呢 就是 也是德国 回完之后 就就 勾忙节 抽烟 一起喝茶 他在那抽烟 喝茶 学生吹 别停了 接着吹呀 就是这样 就这样人太多了 就是我 我一聊天 他就国内这种你 就是他就在割你的酒菜 然后呢 你就层层的被割酒菜 他呢 就是刚开始留学回去呢 也是两三年之后 然后也就人都变成那个样 那我这种人 显然是不可能变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 如果回 我必须去南方 北方 所有老师今朝的都是这样 因为有一个 那时候 大概1617年吧 那个彭丽媛说是 杭州这地方这么好 咋没有音乐学院的 然后马上 就从 那个杭州 那个就是师范大学 这音乐系 播出来 整款盖楼 一年之后 上午批条 下午 上午批的是 浙江音乐学院 在杭州 下午 就批的是哈尔滨音乐学院 然后就是这样啊 然后就是这个 盖俩一学校啊 盖俩一学校 浙江音乐学院招人啊 就把国内 有些好的老师 地方都会招职 那地方呢 没有了 就点从海外 海外那些老师 两三年 就变成那样 说你是一个老师 教育一个月四五万 或者啥 都是活着 他完全不是 不属于像我这种 不属于我这种人的追求 所以我也是 昨天通过 我也反思 就是如果说 你毕业 你要回国落地 你必须落地到一个能力 不要有说说 多大的作为吧 就是这滩水 相对清澈一点 就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其实像云鹏刚刚讲啥 我其实想说 我想起来了 就是说你可以很多人 不满足国内的东西 你可以在国外 但是我想说 但是我想说啥呢 就是 其实我挺觉得 就是说 新西级 也就是刚改成 大学高考那些 那些人出国了 然后他想留国外 就留国外 但现在就是 就像那个东维 他说 其实在海外 真正你靠这种 纯艺术 或者这种东西 留下来 确实真的是很难 我也知道 非常非常 而且 而且你说 他们那时候 陈锡周荣 又是盛中将 他们去了美国 他们也遇到博乐 他们为什么 能够遇到博乐 因为他们从来 那群外国人 没建立过 有这么认学的中国人 不是咋 中国人学上 除了就撂绝子学习 那样说句报 咋就撂绝子学 他也很感动 所以他没见过 你这种物种 你知道吗 他没有见到 你这种物种的时候 你是他的导师 他会不会 一定会拉你把的呀 有机会了 所以这帮人潜滩登陆了 但是你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时代 那天抖音也是 有几个老爷们就聊 就总聊天 就什么什么 说话 最难的是90后 你说90后 他为什么难 就是说资源 这个大潮 5060压榨 完了 一个月 你就是 你房价你不低 一个月 你再几万几万的话 你也就是打工 然后呢 到大城市 你落不户 又回到二三线 青春就很快就没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90到99年 这一波 这十年出生的人 其实可能更难 但是00的 我觉得会好多 因为像我昨天想 就是说像我表姐 一个班 你小于就30人 20人 你就一个孩子 不然 因为你7080后 要孩子的年龄 再往后推 对不对 那其实00的孩子少 以后考大学也少 考生也少了 就业也会相对宽松 但是0090的这一皮 我感觉真的是 我感觉真的是 我们这个80末到90这一皮 我真的好忘 就感觉真的 无论是国际形势 还是国内的形势 都是 人才极具杂堆的一代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周铁说的 这挺对的 那另外一块就是说 如果每个人 很杂堆的话 那差异的话 就在于团队了 谁团队组建的好 和合伙制设计的好 那你能在诸多的人才中 出来 然后另外一块 其实我跟大家也都聊过 其实我认为明年 明年是个重要的 机遇年 因为明年就是 这个是 比如说我和云鹏都毕业了 那同时呢 又是英国脱欧 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利用好 脱欧这个机会 因为比最简单的 英国脱欧以后 教育方面欧洲的学生 跟咱一样了 对吧 那就是学费是一样的 别人学费涨了 就相当于咱们学费便宜了 那英国肯定会更加重视 中国的这个留学市场 这种国际合作项目 我觉得我相信会多一些 所以怎么怎么 但是就是说 我认为也就就就明年 这一年这种战略优势 对吧 因为因为一旦一旦就是说 这个优势被发现填补了 就是如果只是这世界上 只有咱五个人 看到这个机会的话 它是机会 如果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就不是机会了 是 单枪匹马 你这个组员团队 当然是最快能够让你 形成战斗力 发挥优势 其实是一个捷径 在这一块我们要一起去探索 就在中英中欧之间 有哪些 还有一些存在一些 缝隙 可以让我们就可以能 探进去的 优势 或者说别人已经开始干这个 这个这个事了 但他干了不如我们 我们可以让干得更好 也是一种超越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机缘 我觉得小宋那个战略 我挺同意的 就说咱们现在没事的时候 说怎么创业什么 都有点扯了 所以得有事的时候 咱们一起说 可能越说越有感觉 所以这就我为什么 愿意让东威 把他那个项目说说呢 就是事实上 东威那个事就是一个事 咱就可以开始聊了 那我就 所以东威你要好好准备 大家这个 我这个 大家很多的期待 咱以东威那个事为基础 咱逐渐就开始聊事 因为东威这个事呢 其实跟周铁也相关 对吧 而且 而且 对对对 就是说周铁也可以从 从音乐家 从音乐家老板的角度来说 但是音乐这事 是这个听觉得 这个 可能跟那个performance 也相关 对吧 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 老吴也在学音乐 为了配合大家的工作 所以就是说 咱先拿这个事说事 我觉得先 先有一件事 咱说一件事 渐渐的把这个 这个感觉能够出来 然后剩下就是看大家的 咱们的机缘 我觉得就是说 也许就是说 比如说 周铁金融社会了 我也毕业了 云鹏也毕业了 咱都毕业了 每个人都有事了 咱不断拿事聊 那聊了聊了聊着 没准就天使地利人和 都对好了 没准咱就能做事了 我觉得就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 今天的会议我很满意 基本上未来的这个战略 发展路径 咱都捋得清楚了 多难捋啊 同学们 在开会之前 老吴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之前说的那个 爱丽宝艺术节 那我们明年开始 还弄吗 还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搁在咱的一时一日程里边 如果时间来得及咱做 就是这个事呢 还是先以你那个事为技术 因为那个是 你真正要做的事 然后主要 你感觉描出来 前一段有一个 前一段有一个谁 就跑动轮轮 他还负责 就总看看咱们那个视频的 哦 是吗 他有一个人就 监管吧 监察吧 完了他还说 我看你 我依非是吧 对对对 不是他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他说什么 一个助理 完了他 他感觉你们 你们那个讨论 特别的 那个热烈 他说当初 我也选吴老师好了 他看了哪期 他就看那期 就是 我在 收铁分享 那个期 在我分享 我的作品 前一期 就聊到那个 我那感情 就后面 找到我感情 什么那对女性的 那个那一段 好像看到那了 不是 他是看到我说 想 就是我以前 不提过我妈说 你别马上回来工作 说你现在英国 就这个纠结上 我不跟老吴聊 他看到这会儿 完他马上问我 你也在考工作的问题 我也在考 我爸妈 完了说 我看了你们的 你们的那期视频 特别有意思 早知道 我也选 那个吴老师 谁啊 谁说的 我想了就 我忘了叫什么 不是 老吴的精力有限 这伺候你们 四个祖宗 已经可以 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 快快 快看尽量绝了 我这不能再 增加学生了 我 我那个学生 我都放弃了 我 我陪他去国家博物馆 那个国家 美术馆 看了一场展览 请他喝了点 茶 吃了点甜品 说姑娘 我实践 实践 这个 我真是 顾不上了 钦巴布围 那个是那意思吗 对对对 你老公 我最近 他说 钦巴布围 那个通货膨胀 特别严重 好几千什么 才一个苹果 是吧 是这样吗 你说这 这我还没 跟他讨论 那个问题 那我不知道 那咋突然就这样 那咋 好几百 好几千 才买一个苹果 好像钦巴布围 的通货膨胀 特别严重 因为我觉得 不光是钦巴布围 其实全世界的 通货膨胀 都特别严重 因为 你想在疫情之间 但这国家 印了多少钞票 对吧 您就包括咱 给老百姓 发钱的钱 是哪来的 他不印 他哪来那些钱 就是我 每次 每次咱看完 会不消洒吗 不回锅肉 得消洒吗 每次消洒的时候 我跟老板就聊 他说第一次封锁 给他了五千磅 就马上一封锁 就打给 那个店面 那个面 他正好超过到五千磅 那个坎 就给他五千磅 完了第二次又给了 这一次又给了 我干就不干吧 大家呆着 有些人是才一千 有些人才两千 有些人是五千 按照你自己原来 注册的时候 他会 看你这个 我说那太好了 他说这个中国是不可能 但是老吴 你刚刚没说那句话之前 我以为 英国这些国库的钱 都是咱海外留学生啊 百万大军呢 就给 但是你说的对 其实他一定在政府上 有通过房照 他在印不少钱 那肯定 大卖 所有企业 像我爱人 他这个 直接补贴十万 每个人补贴十万 只要牛企业 只要牛企业 向政府申请 那他肯定补购 肯定有通过房的 对 那他更不够 任何国家支持不了 这么这么大的 这个现金消费 但是老吴 你说咱中国呢 咱中国控制住了 每个城市就沈阳大连 最近有零星 那么一点 我觉得咱们现在在回暖 但是我觉得欧洲 美国肯定在 在这个东西越陷越神 有可能 对 有可能美国还会爆发内战 我估计到到后面 有可能打起来 一打 好了 中国就是稳稳的老大了 但是明年拜登跟特朗普的事 还还点有见分晓 我觉得还点等着 可能会有内战 可能会有内战 我问美国的朋友 拜登的事也说不清楚 在1月6号才能明确 是不是吧 我感觉是 他们这个还不见分晓 他如果说你国家有个政治有难 那你先解决政治 现在不仅仅是政治有难 那么难太多了 我感觉 所以这个事 这么一搞 西方世界就 没落了 美国打仗呢 咱中英的合作就更重要了 是吧 同学们 对 我是觉得 而且我邻居 我不是过生日吗 往下借椅子 然后他是个法国人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那个脱欧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 脱欧队伍我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机会 就是他说 他们就是欧洲那边的 工作的人和学生 确实是不太会来英国来留学和工作了 因为 首先工作的话 他们也需要Tier 2和Tier 5 跟我们一样需要sponsor 然后留学的话 费用对他们来说 他是支付不起的 他说他当初来留学的时候 就是那个法国 他是法国人 然后那边政府 给他 补贴了50%的学费 他才能来英国留学 然后来定居在伦敦 然后说 所以说他说他身边的人 就是可能 就是从欧洲留学到英国的人 会急剧减少 对 因为 就是 基本上这些欧洲 欧洲的家庭 撑死就管你到大学毕业 就是 再有什么继续教育 都是要靠自己了 对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种经济实力 以后啊 就像 就像原来那个 刚开始在泰国 你去那个 五六年前我去泰国旅游 我开个小游艇 对面那岛不错 我们能上那岛 那个底下沙滩 大家歇一会儿吗 早就说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岛被中国人买了 他是私有赛 过一会儿 开到另一个 说这边的 这两个也被那个中国人买了 你不可以 我靠 我真的 我跟你说 为什么 别的国家有愿意 中国跟全世界抢地盘啊 都在这个呀 对 沿着国家那个 中国发展的力量 对 他就到那个 他不以战争的形式 他就会以别的的形式 你不搞鸦片战争 你不搞什么玩意 这种贸易战争 我一定还会用别的方式的 就扩张了 其实就是扩张了 说白了 就是 其实就是 现在 其实现在是货币战争 对 对 经济上的 对 我觉得就是 哎 我问你 刚刚东文说的 我没理解 他是说学费 是以前 他在 原来欧洲的学费 是咱一半啊 现在是跟咱一样了 对啊 跟咱一样 是啊 就是说 英国人的本土的学费 是咱那一半 然后以前欧洲 欧洲也是跟英国人一样 是不是 对 而且我认识的一些 就是我们学校当时 那个欧洲的孩子 他们来这边交换三个月 全都是免费的 全都是欧盟那边 给他们出钱的 就是他们三个三个月 可以在英国任选学校 然后来交换三个月 然后全都是国家给掏钱 他就是说 我可以预计说 以后从大学的招生和就业 对对对 中国人这个大量大大军 就开始过来了 是的 而且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都defer到 明年九月开学嘛 就是真的明年九月会一大部分 更多的中国孩子来这边 而且PSW延长了两年 所以他们在后年 2022年毕业之后 就是更多的孩子 想留在英国了可能 因为明年是一个战略的优势年 为什么呢 就好多学生 你像我们班八个男 中国学生 defer了五个 都明年才来 对 明年才来继续上课 所以我明年毕业 我面临的竞争要少得多 是的 所以明年真的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做这些事情 真的对 再往后他们就 来的中国人多了 可能机会就确实变少了 对 两三年 他一定看到了这个利益 他一定会收紧的 对对对 一个是收紧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疫情他也渴望复苏 他就更希望中国多来花好钱了 对对对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品了 就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品了 就是说 这新加坡是华人社会 但是那群新加坡人 他对你中国人并不友好 因为很多 你比如说你找个 中介签个老婆 能给他两万中介费 然后给你办签证 到新加坡 你工作几年 算个几个年会 全是餐饮 补面条的 就是这样 实际上他们对你并不友好 但是问题 但是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的工作 本身自己国家五六百万人 他也觉得工作很难找 但是他觉得你抢他饭碗 但其实我觉得 中国人这种勤劳啊 对中国人这种务实 这种来到欧洲之后 他一定会管你 时间长了 他还会收紧闸门 因为他一定会知道 中国人很威胁他 没有 都是利益 对 就像云鹏说的 都是利益 但多少呢 多少 咱反正中文 咱比伊斯兰国家好一点 我们就想争 对对 他没有信仰 对对 可能是赚钱利益上的 你那个 你那个 那个确实是 哇 有的时候谈不拢 就是先天性的 那个意识形态和信仰 是不可调整的 对对对对 我信这个 你信那个 但咱们中国没这问题 英国 英国脱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目的 不就是为了甩开 穆斯林吗 把穆斯林 是吧 安全问题 所以我觉得明年和 这个2021年和2022年 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 嗯 你要想在中央占领 一席之地 也就这两年的光景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要不然 时机没了就没了 时机过去 大家都看明白了 该站的位置都占了 就没什么那什么 对对对 对 老吴呢 你说明年 五六月毕业 你说在就业上 你就像东维说 这个欧洲的那些国家 他就会受到影响吗 那肯定啊 是的呀 因为他们到时候 就是找工作 也是需要签证问题 跟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线了 对 这个签证 对就业的 对 而且 而且就是英国一旦脱欧了 他可能会 他跟欧洲发展关系 他是需要贴钱的 跟中国是挣钱的 你想他中 对 对对对 他点还没九族饭饱呢 他九族饭饱了 他再考虑下一个 对呀对呀 对呀 是 对 英国人做事是很讲利益的 他算了清楚的 对对对 跟中国能赚一大堆钱 跟欧洲还得贴钱 那赔本的生意 对对对 赔本的生意 英国人哪干 除了会放松这个学生的这个潜入 包括解决工作问题 那其他他也 他也做不了什么 是吧 在留学这一块 对 因为我觉得 文化交流 就是说我相信他会有很多职位 就是促进中英的文化交流 教育合作 他也不会将把那个雅思成绩降分 降分啥的 那很难讲 那都是临时性的东西 我觉得教育上那都很难讲 对 但关键他会就是说 跟中国加强合作来落实相关的利益 啥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那些都是落地的政策 大方向他要定了的话 那还是主要的东西 对 就是你看 这个 这个东威是在伦敦 然后小宋是在天津 他先给咱们打打打好先锋 他们俩 然后咱们仨老爷们跟进 你法国的那个 都有啥的 那有点悲观呗 你觉得他们 你跟东威说还是跟我说 对他来说 我跟他聊了 他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已经移民移居到英国 已经十年了 在而且又很稳定 很好的工作 就是他说脱欧对什么影响人最大呢 是对明年就是从后天开始进入到英国工作的学习和工作的一些欧洲人 对他们影响是最大的 就对已经在英国这边已经有工作学习的欧洲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他们也不会被驱逐出境 也不会涨学费了 对 那肯定的 就是还就是也是一种移民政策的变效 对 从明年开始 1月1号开始 那个移民制度不是改了吗 就原来 就现在改成了就是70分 就是积分制了 有点像北京上海落后政策了 就是70分你有对你的公司的sponsor有要求 对你的工资有要求 再对你的一些其他附加分 就是比如说你的是比较短缺的工种 就是有加分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如果你们想留在英国工作的话 可以看一下明年的积分政策 这有网站吗 分享一下 可以啊 就是那好多英国的那种公众号都会写的 可以发全力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 那个谁 那个云鹏你未来毕业是想留在英国 还是回回丹麦 还是回回回中国呀 嗯 不能不确定 我也是 但是我有 我我说有一点能确定就是啥 就是带带迅速的充实自己 无论是 就是趁这个学习阶段 把自己需要的知识和素质先不足了 然后我也没有放弃 我得联系 我现在也是在 你现在生意不是还继续做呢 很少 我这两三年很少了 我已经丢掉了大大部分的生意了 这个这个项目 做减法 很下心来做减法 但我自己觉得 存在捋一捋自己的原来的思路 总结总结原来的 得失 所以我特别期待跟你一起 分享一些这些 没问题 小宋呢 小宋你是想在天津还是来英国 我想 能坚固 能坚固国内和英国 那以后就是半年 半年伦敦 半年天津 如果是创业的话 就看项目 明白明白 肯定是跟着项目走 他不是跟着项目 他在国内要跟一个 跟对一个代理的人 比他接触项目更重要 他如果接触都是一些比较 低端和指示 营生的项目 他成长速度很慢 但如果他加入一个好的团队 能接触到一些 比如他跟着张艺谋 那就完全不一样 你俩把去里面跟班 你都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两三年的成长 胜过你自己创业 十年的成长 我说的没错 但我相信小宋不是擅长 他他愿意跟的人 肯定看不了 对你要跟一个 我觉得三十岁以前 跟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那个谁呀 曾志伟不就是吗 在这方面 说曾宝宜想当主持 他就把台湾那主持 教母给介绍了 当老师 完了说他想拍电影 那你就他就找到陈可欣呢 陈可欣说把手带他 那你看少年的你 那水平多高啊 我说实在 我觉得像 像尤其三十岁 三十几岁之前 我觉得跟对一个人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 挣钱的都是其次的事情 他能 这个老师啊 或者能把你带到一个 比较好的圈子 能让你去长很多的见识 迅速成长起来 是最重要的 是 你知道我跟吴哥 我像我们俩这个情况 我们就就就又不一样了 就不是跟人的问题了 好 就是建议 合伙设计好问题 对就是 就是利用我们的经验 跟这个 一点点的这个经验体会 把我们之前的得势总结 我们在这个时候是 你更清楚自己要做啥 是真正是要 是要带一批 有能力 或者是愿意做事情的人 做这种团队 这是我们有 因为咱们 咱们有这个经历嘛 是吧 对 他也不会避免 他们去踩很多坑 其实是一种互补 对 是的 怎么样 小聪 你觉得你那个 九月份认识的人怎么样 我觉得在做事情来讲 挺靠谱的 那就行 就跟你也挺互补的 是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 找合作的人 一定 一定要是 朋友 那肯定 但有的时候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云鹏 当他说这个设计机制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肯定是基于他很多 这个血泪经验 所以即便是朋友 最好有些事提前说清楚 我创业 说实话 我创业的 这几年 我跟 我刚才说了 我的合作伙伴是 中国最精明的温州人 应该说 我在商业上 我是没有走太多弯路的 而且 也根本就不是 问题出现在市场上 就是 说没有 业务可接 或者生意好的 生意抱好 问题就是出在团队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创业 我是没有这个经验 这个 无论是这个 股份设计 包括这个 你带进来的这个 同学也好 亲戚也好 没有把这个规矩力好 这种导致就是 最后就是各感各的 会出现这种 不是呀 刚才学的吧 都出来人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设计的内容 我跟大家也都 每个人都聊过 这设计咱们这种 偏艺术圈的人的短板 我们比较感性 这个情感一来就干了 但有些东西 如果不之前理性设计好的话 就背后给咱 要填的坑太多 这是我发现 我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我在商场上 所谓的商业场上 我就介绍到的艺术 都有这么一个通病 因为可能我接触了 这个像温州商人这种 他们太专业了 我在对比之下 也搞艺术的 搞文化的人 都有这种 有点这种 清高 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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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脾气 就干了再说 对 而且他们对细节的 很多把握 他是拿不准的 就是人 他是不够精灵的 在经验上来讲 他是不够精灵的 他不会算 对 我觉得就是 他只会讲大 对 我觉得这云鹏 这个例子 其实挺好 就是专业人 做专业的事情 对吧 这个首先要认识到 自己可能艺术上 是优势 但这种理性 做生意上是劣势 但你就依据你的 就我跟你 我说的 用你的优势 创造价值 用你的劣势 去交朋友 就就交 交那种 就是比如说 云鹏那种温州的朋友 交这个能够相互信任的 那就让来 人家来 把控好这商业 行人互博嘛 你就是行人互博 你未必要 啥都 一定要 人也不可能 做到面面俱到 这 我承认这个现实 这团队很重要 而且我还发现 一个除了刚才说 合作机制 还有就是说 新人才也非常重要 就是一旦 这个有量 或者市场大了 偏一个人 干到死你也干不完 那就是需要 一些人帮你去消化 人要去帮你去消化 这个我觉得最好的例子 就是任正非了 对吧 会分钱 说白了 会分权 会分 会带团队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就是分享 你看 我我在 我在一月份的这个设计 就完全是按照 这个任正非老师 对董事会的设计 大家轮值吗 所以我说 那个像小宋 我要是他这个年龄 我是觉得 我不会急于去 马上去创业 或者是 跟我身边 跟我水平 或者比如是一个略高的人 在一起创业 那个谁跟谁谁啊 是吧 就是要高出自己几个level的那种 那种大老大咖 我宁可跟着他混几年 我把里面的制度 学习模仿 这些大咖的行为 思维 然后你再出来 那就很有底气了 你就完全不一样 我身边也有很多 就是原来跟我同学 我的同学一出来 就是机遇创业 机遇就是拉杆子 就开始 最后都没有搞成 因为他的经验 跟他带领的人 都限制 他的合作观 都限制了他的 这个思维跟发展 只能越来越差 最后都不还而散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这个云鹏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完全看你个人预言 如果方便分享 就我觉得就是除了 就是你讲课 的时候除了讲你的雕塑 就是你现在做的 这种设计的业务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如果就是说 不用太保密的话 主要专业上 还是在体制内 还是说在商场上 你现在不是 还有一些生意在做吗 就是说你现在正在做的 如果没有什么 保密的需要的话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方面东西 对于小宋和周铁 是非常有接见意义的 对我也一样 或者你以前做过的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就可能你现在正在做的 你帮大家分析 大家就是说帮你分析 或者你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 你说你说 你说我现在吗 对啊对啊 我现在专注学术 我现在在搞当代艺术 你不是说你刚才还在说 这个谈合同什么的 我那个是 现在我在设计一个标准化产品 对我就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你隐私的问题 没什么 因为这个啥 以后说明大家也都可以入伙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入伙来 因为标准化的产品 它是那个啥 就是我现在设计个产品 就是产业 因为我一个是有这个优势 我们在福建这么多年 我对这个茶文化 包括自己自己家 有一个茶山 有直接可以拿到 这个一手的资源 我们自己有工厂 在福州 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参观 我就刚好我爱人呢 他他在国外长大 他对这个西式的调茶花茶 就是英国的下午茶 这种文化也非常熟悉 我们就结合了一下 做了一百多个产品 做了一百多种的产业产品 那我现在是要把自己的 发挥自己的文化创意特长 把它进行一个包装 包装完以后 我就想就投往市场 国际市场吗 国际市场 因为我已经在英国 在丹麦 还有美国都已经注册了 注册了这个品牌的运营权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聊 大家肯定都感兴趣 这个是小松 而且你知道吗 老吴做过一件什么事吗 以前老吴做过联合国的项目 帮着斯里兰卡 推港他的红茶到中国市场 斯里兰卡的茶种 都是从中国福建 弄出去的 是英国人把它给 是是是 但是因为当时 做了一个什么事 因为当时是美国制裁伊朗 但斯里兰卡的茶 主要是出口伊朗 但是一制裁伊朗以后 伊朗没有美元了 所以他没法买斯里兰卡的茶 所以斯里兰卡 想把茶卖回到中国 是是是 联合国南南合作项目 做了一个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卖给伊朗 伊朗是喝茶的时候 加牛奶加糖的 所以那时候你红茶苦一点没事 但咱中国人没着习惯 咱是直接红茶直接喝的 你要苦一点就有问题了 所以就是说 我不光是要把斯里兰卡的茶 卖到中国 我还要把中国的技术 先引到斯里兰卡 调整你茶的味道 然后再卖到中国 所以说吴格文讲 我觉得你的这盒大优势 是真的是 你是站在全人类的这个高度上 做了很多事情 那也得落地 这格局是非常大的 格局非常大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到现在 我就更高兴了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如何调整到 咱们从分享到做事 一个是东威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云腾你在做这个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设计一个产品 那我如何经营它的形象 我如果打开 把中国的形象 进过调整 卖到英美市场 这个东西小宋 你未来做生意 不就是做这样的生意吗 一个是我是认为 像茶这个东西 跟艺术有连 有结合点 太有结合点了 它是文化产品 对 茶它首先 它背后的文化就太多了 是吧 无论是人文 自然 养生 啥的 你都可以融入进去 艺术 啥都可以融入 这是一点 而且现在说上卖产品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卖文化 卖文化的这个 提升它的文化的格调 你喝的是 茶背后的文化 谁也不是撑金去买茶 那种概念了 是吧 它其实空间比艺术还要大 是吧 还要大 我说的价值空间 就说不清楚 这个价值 一个雕塑作品 一张书法 就是一张书法 人家五块钱 为啥名家 卖到五万十万 是吧 就是这个概念 茶它好像也有这种概念 也有点这种概念 是 可是我们现在 一个是我现在也是 也是在 而且我 我做这块 我是希望能跟 比较高端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文化结合 我现在也在 也在考虑 跟这个 因为这事 我说云鹏 这事你确实得咨询了 因为 作为茶这个产品 这大家也可以学 因为这个 两个文化 它不光是一个文化交流 如果它有一个产品在 因为它有两个 一个是文化 刚才云鹏已经说了 另外一个是标准 因为 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一个产品 它是有自己的认证标准 和认证体系的 如果 如果云鹏 你需要认证的话 我可以对接 英国最顶级的认证机构 哦 哦 是 看这就很好 是 实际上就说 它从你的环境 从你的茶的品质 最健康的影响 它都有 它的 因为 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对相关产品的认证体系 因为你要想在我这个国家卖 你得符合我的标准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现在拿到的是什么 我现在这边的查的认证是拿到欧洲欧盟的标准 欧盟的这个 食品之间标准 世界最高的 最高的 它基本上欧盟能够同意的这个东西 全世界没有 那脱欧对你这个有影响吗 脱欧对你这个在英国卖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目前没有太关注英国 做时代 我就说 我就说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说你创造价值 一个是靠文化 一个是靠标准 对对对 我目前就是说 因为这个等于是我爱人 因为我丈母娘 她在这块是最最先探索吧 也有将近有十年了 在这方面有十年的探索经历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体系已经是比较的 所以说我刚好我文化上面 我再推一把借助一把 因为他们是不太擅长去做这个开拓性的 老吴不仅可以在文化上给你提供支持 而且他在政治上给你提供支持 太好了太好了 因为就 因为 我看这个立项我们一起合作干 因为那个什么 就是说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习大大已经公开支持了 我就不开始说 因为老吴第一个项目就是在福建做的 福建南平 福建南平有个叫科技特派员的项目 就是把科技人员 我在群里发过 就是把科技人员放到这个农村 去帮助农民去改善农产品 这个事儿 是在老吴在联合国项目的时候 跟中央党校合作 把他作为未来习大大的这个政绩的基础之一吧 因为这个事儿在推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那个习大大就在福建 就是就围观了 应该他是副省长应该是 习助习在福建总共待了17年 在福州在福州待了至少10年 所以未来我可以把这个事儿 你的这个做查的事儿和这科技特派员的事儿结合起来 这政治上就就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啥吗 说出来 我先跟你们说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一线资源的 所以说 不是说这个 我们是亲自参与到这个 这个全过程的 所以可以严格的把控它的质量跟这个东西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为啥说我 我我想做这个标准化 因为原来我说 我也不想去并经商 就专注于我的艺术 我都觉得吃不完 但是我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 你像你接项目 就像大兔子 这个 你做一个标准化产品 就像种麦子 种麦子可以细水长流 这个东西只要说 标准化 是吧 它是可以源源不断 因为它是刚需 但艺术不一定 艺术可不一定是刚需 它是要根据 一个活动 或者是一些 一些主观的领导需要 才决定的事情 所以两个结合起来 所以我 那个 我体会得非常深刻 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 你手上有银子 你就可以做到不去 很多项目 你可以不解 你有拒绝的权 是吧 老子又不靠你这个吃饭 你反而更有底气 可以做好你的 本身的事情 对 我觉得云鹏通过他这个事 就是说 可以 就是我跟云鹏配合 然后就大家可能就是说 就有一个商品化 和标准化的思维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想挣大钱 你不可能靠 靠个性化的艺术来做 因为那个东西 你除非杨鸣立万了 你成了毕嘎索 艺术 艺术这样子 它的定制性很强 定制性 是吧 你这个企业 你这个活动 你这个地区是啥样子 他要求的定制性很多 他要求的是 不具一格 是吧 你这个 所以你要 要整合一些 这种创意性人才 就针对这个项目干 但商品是标准化的 是吧 比如说 我们这个圈子 既然有你没有兴趣的话 每个人拿一块去负责 是吧 你负责英国 你负责南美 就可以干 就可以干了 很正常 是吧 马上就可以起来 小宋 是不是 我们要谈这个 你是不是更感兴趣 谁不要喝茶 我准备做生意的你 别去买 其他都要喝茶 为啥你不能来我让来的 是吧 我这边是一手资源 是吧 价格品质都是最好的 对 而且据说 你茶做好了 对于周围的环境 是一个衍生价值 老子本身就是 这什么东西 我在杭州的时候 那个谁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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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在茶园里边 喝着茶 吃着炖 炖山里边的老母鸡 哎呀 那种感觉 哇塞 因为你还欣赏着茶园的美 热腾腾的老母鸡 这个鸡 偷着你了 喝口 那个龙井茶 哎呦 那时候我去武夷山 那叫爽 那个茶 人 武夷山 真的人节地零了 我 我现在在 南平武夷山的地方 还有个分公司 今天还 我 我得把它忘记了 因为我是当时是 是 是为 是为干嘛 都给忘了 啊 把自己的公司都给忘了 可以 你为了学习 真的付出不少 对 因为这两三天 我都没怎么管 但是我今天 这个公司还在 因为我那个项目 就是福建南平起来的 是 是 就南平 你一般人还不知道呢 老屋也是 然后你们去南平 我还有个分舵在那里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咱们就逐渐 把话题从我们的兴趣 和个人爱好的分享 从往做事上去分享 而且就是说 其实 这样就是说 其实 那个小宋对于你来说 对你未来想做生意 怎么去思考 如何从去标准化 从商品服务 价值去思考 这都是实在在的 包括周铁 就是 这方面 因为 这个东西 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就咱们怎么 怎么在这两个方面去嫁接 因为 因为茶的这种形象设计 是 是很影响客户对你的产品的定价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广告公司做的 针对这个 云鹏的这个茶的产品 它的这个形象应该是什么 它的理念应该是什么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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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相关的这个行为方式 应该是什么 这是一整套的设计 是 因为小宋的干了活 跟我原来干了活 有点相似 都是跟客户打交道 尤其是设计形象 创意 他们要求的这个标准 我还是有点体会 你要想说服你的客户啊 一个是 说实话 你单凭去济 有时很难说服 因为它本来没有标准 是吧 但是如果你谈你的资历 你原来在澳美 在世界一流的广告公司待过 你跟我张艺谋 跟我多少个 你的说服力就会大大会增加 你谈判的可能性就 就会说服力大大会增加 对而且就是说还有一点 我觉得原来在做广告公司的经验 你得听对方老板 他想要什么 其实你推推销的过程 就是你催眠催眠他的过程 一个是你要听懂 你才能有效的催眠 对你要很明确 抓到他的需求点 而且要在他的需求点上 一个是要肯定他 无论他的这个想法 多么的龌龊糟糕 你都要先肯定他 老板你真的是我见过 这个非常有这个敏感性 你要在他技术上 进行一些延伸 就就就那个云鹏说的特别对 在沟通方面 这一点 很重要 这一点周铁一定要注意 在沟通方面 我原来有一个那个商务部的老领导 是我的一个长辈 我非常尊敬 他跟你说 他跟他就跟 他说跟领导沟通 一定要学会补台 不要拆台 对 如果你 其实你都是发现了问题 你到底是告诉领导 你是在补他 还是在拆他 这个决定了你未来仕途的方向 是往上 还是往上 正常人 他都他都无法去接受你 你对他的完全否定 你知道吗 你要拆台 就是这个 要拆台的话 这生意就丢了 升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但你要 让人觉得你心里有人家 你是问人家好 其实都是说一件事 都是说 这个事有问题 对 我的意思是啥 像小松这样 如果你跟着张艺谋跟一段时间 你看张艺谋是怎么谈判的 他是怎么说 或者是比 比他 就比较经验的人 他是怎么谈 他的一些话术 你稍微模仿一下 那当然是对你是最好的 比你自己去想 去总结 那就快多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 就是分享联合国的工作 我一个印象最深的 就是安南 安南就是前任联合国秘书长 接受水晶艺的表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 你一问他 作为你是从基层做起的 做到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 你靠的是什么 他就说 我听 我会听 就你一定 就是说 就是说 未来要想进入社会 无论是做生意 还是做什么 就是会听特别重要 你得听到对方的利益点 嗯 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是 所以我 所以我 我觉得真的是 像中国的市场 说白了 我们都不去做自己的艺术专业 你纯粹去 去去开发一个项目 去研 去去去做一个 我觉得机会都很有了 是 中国这个人人口 红利 消费力 机会太多了 尤其是咱们定 咱们一起定位的南方 对 我觉得 想做生意 有的事 就是你只要遵守游戏规则 并且你能够在游戏规则中 游的比他们更好 就好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其实 这样 我觉得你想 咱们如果新年开始 第一个项目是 那个 东微的 这个中西对接的项目 然后云鹏就介绍 介绍他的项目 咱们基本干事的感觉就有了 我这边有好几个项目 反正我都总结一下吧 然后都写在PPT里面 然后到时候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几个项目列出来 然后但是集中讲一个 你最感兴趣 咱把事说透 我觉得就在这个阶段 找一个事把事说透 把大街的这种感受 都释放出来 很重要 你现在主要谈的 就不是学术问题 就是自己的工作项目问题 对 把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因为这个就是东微的重要性 因为他现在主要的关注点 就是项目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云鹏你可以就是说 结合一下自己的作品和项目 一起来说 但是就东微 因为他是纯从这个MBA和管理的角度 说这个事 他是等于相对于咱们的一个 一个对方来说 我觉得这个视角特别好 真的 我觉得 从项目路上 我觉得是很好 很好的吃入点 比如我在北欧 见过一个案例 我不知道成功不成功 那次我偶然发现 就是说 有个中国人 他看到了 丹麦的一个乐团 这个乐团 是等于是本土的 土壁 丹麦本土土壁 自己玩 他就 他就包装了这个 丹麦的这几个人 就是我 我给你签下来 就是我带领你 我在中国联系 这些所有的这个活动 然后就是 这个女的就带了 这四个老外 到中国去巡演 我不知道成功 不知道做的怎么样 上次我说 我原来看到 像你是不是就这个角色 发现 发现这个 而且未来完全这个事 可以周铁和东威一起做 因为周铁 我马上说 音乐本身质量判断上 肯定周铁最好 对 我如果是周铁 市场捕捉方面 可能是东威更好 对 那我要是周铁的话 我想如果是我独立建团的话 那我一定是会带上 这个老外 比如说 因为你要发挥 你的海外优势 带几个老外 显示出了一个文化 不同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而且刚开始 我觉得刚才云鹏说的 这个挺对的 就是说 东威可以负责包装市场 这个 周铁可以负责包装乐队 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乐队团体 这样你做的很轻 你不用你就是我给你提供 这种包装的服务 但是这种乐队的组建 乐队人员的工资 我不负责 但是我愿意在这个 通过我的包装 把你这个乐队提升起来 然后我可以同时去 让你去开发中国的市场 这是一个挺好的想法 但同时这个 这个小宋这个performance 要做起来 我如果把这个乐队 跟我的performance 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表演 表演形式 我此前 说是我刚变的时候 海外啊 这种人啊 都喜欢适合远方 当时有一个企业跟我谈 我去一个市区公司 那个老板 为了留下我 跟我谈了一大堆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处 给我单独办公室 给我股份 还说了一点 他说我可以让你去国外学习 每年 或是没几年 派你出去学习 我就最最后一条最感兴趣 未来 这个事合伙制 我都跟云鹏聊过 未来我说咱们五个 成为一个公司的话 咱就轮值 谁 有轮值当班的 有轮值去海外学习的 就是你 你半年工作 有半年 你必须得去国外 给我学习 想学什么 你自己定 但是你不断要学习 而且要去 而且要开拓 那个国家的市场 未来我们的理念 就是说 半年工作 半年学习 你必须得 半年你出去 出去给我 一边玩 一边学习 一边开出市场 我觉得这个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对待能人 我就 那个海南省 海南省关系有一些 就是他让我咨询 咨询我这个吸引人才的经验 我就说 你能不能有那个勇气 让那人才来了 半年工作 半年你出钱 给他基本工作 让他去国外学习 学习一些 对 那这样我也去 这样我也去 同学们 同学们 来就说 比如说 这个就咱们一起 真的有项目 有能够有 有这种收入 能够运作的话 我觉得咱们这边 必须 五个人 轮 对吧 每人 这个 必须得 有 轮到一定时期 就得出国学习去 不可能 就是说 老让一个人 老在国内待着 我之前我还说 我说这咋地 得在三亚买个房 把爸妈接着 享受一下 人生 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用 非得去三亚买 其实这个 就是三亚 或者博鳌附近的 那些 其实都可以 去海南 我总刷抖音 就关注 大二百万 三百万 就有二层别墅 在海边 这也不是 这也可以说 努力一下 可以复杂 是的是的是 行 我觉得就是 今儿聊的差不多了 新年的展望 老吴也基本有苦了 老吴 你之前说 我跟东卫上次聊完 我俩就 私信还聊 就是音乐上 可能说 我俩合作了 是 正好 一天开完会 然后 周铁 然后就给我发语言 然后说了一下 他那个皇家音乐学院 就是 乐团的事情 对呀 我觉得未来 就比如说 这个云鹏的那个茶的项目 做大了 完全也可以涉及到 音乐的这个设计 它是可以往很多 等于无限延伸的 还是 对 其实老吴也知道 其实海南的蛋糕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像那个 不是海南岛第三届国际电影节吗 其实已经这些东西 这个文娱这方面的 已经开始 有很多人往上等了 那肯定啊 因为这些人 你所谓的这些人 都是肯定是 这个 这个有关系 能拿钱的人 对 对 国家肯定 肯定得给海南 不光得砸 砸政策 还得砸 砸资金 我估计像什么互联网大会 创业大会 或者说其他的年年的 我估计也像 雨后春水一样 该开始 看呗 我觉得就是说 等到 我觉得咱们先 先在国外梳理 梳理资源 然后 找到这种 这种系统之间的 这个 信息的这种 这个差 然后能找到咱们的机会 yes 哎呀 反正我在这个 你听那个老吴的 领导啊 其实我觉得 学学这些东西 还有学学经济学 聊聊那个 因为老吴 你下次有机会 把联合国那个经验 一分享 我觉得我就觉得 你觉得 格局大了 因为我要入室 我要学很多 如何入室的方式 别在少年寺 成天那个扎马步啊 练练那个什么 那个 打桩子呀 不要不要练这 该入室了 行 咱是那个 6号 咱正式开始 然后 这周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联合国的工作经验 然后我时间的话 我提前 我提前 我开不开会 我提前跟群里说一下 真的行 然后那个什么 就 给大家介绍两件事 一个是联合国的工作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 三大财务报表 怎么读 资产资产表 损益表和这个 这个现金流量表 快一点 还有我想 联合国还有很多事可以说 比如说 联合国 有啥项目可以跟我们对接的 有 单边的 联合国有这种艺术和这种教育的吗 教科文 老吴明天 周日介绍只是一部分 剩下的同学们 伙伴们 你们随便问 老吴随问随答 老吴的上课方式 你还不知道吗 恨不得让你每个人都问爽了 我才结束呢 对 我看丹麦好像还有一个联合国城 好像就有几个机构在这边 那个是联合国 因为我在UNOPS工作过 UNOPS总部是丹麦 干嘛的 那是环境吗 是环境部 UNOPS是项目事务术 联合国 他主要是为了联合国项目有了 他负责执行落地 那布鲁塞尔是咋个意思 好多联合国好多总部 那还 遍布是还非洲都有 这个巴黎也有 对 叫科文组织 好像跟我们 好像跟我们文化 沾边比较大 叫科文组织 兄弟 你知道你在福建做什么项目吗 啊 我扶贫项目 福建扶贫 对啊 南平 福建穷吗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穷的地方 那那苏北 是不是比苏南要穷呀 对对对 相对而言 哪都有穷的地方 嗯 就是事实上在发达省区 广东就没有穷的地方了吗 广东也有啊 是是是 一万一呢 老师吴哥 你在这上面的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一些机会什么的 我可以去去运作一下 比如在地方上 我们可以去运作一些 你可以去运作一些 感觉跟我说那个住建跑动云轮 那个肠子都毁兴 哈哈哈哈 我们我们这个多高端啊 你看玩笑 台湾都是联合的 但是世界的这种 不是因为因为你说 就是说你的项目到底未来怎么设计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咱的项目真的是在福建做好了 咱考虑引到非洲去 因为 对因为非洲的非洲离欧洲更近 其实他的销售半径更更那什么 更更更更更更及时 但是你如果变成一个中非南南合作的项目 你既可以拿中国政府的钱 也可以拿到盖茨基金会的钱 五哥 不光是联合国 就是说盖茨联合国没钱 谁有钱 盖茨有钱 对对 他能做个链接就行了 对 你这个东西如何联合在一起 福建的如何去非洲 然后非洲如何再卖到欧洲 事实上这种商业模式也是可行的 因为你想你福建卖出去的茶 你运到欧洲得多久 你从非洲运 你都进多了呀 我记得去年好像有非洲的客户找到我们 这说明他们是有需求的 肯定是有需求的呀 而且而且就说因为你到非洲不光是一个 这你不光是一个进的问题 欧洲还免税呢 他支持非洲啊 还有啥 就是说 你这东西你只要你掌握好种就行了 种得在你手里边 你核心的东西在你里边 这个没问题的 说我在这里 你这掌握得住就行 那其他的就是说 我跟你说哈 这个事说起来 不是不是我是亲眼看到的 就是我们工厂去年福建农林大学查学院 应该说是中国 那福建吧 福建 谦虚点最权威的这种研究机构 就是研究查的学术里面博士点都有 他居然搞不出我们这种查 他去我们工厂参观以后 因为这种事 这种事 这种事谈你项目的时候咱再继续聊 因为这东西国家 咱们国家是有中非基金的 是国开行下边的 他就专门支持你这种走出去的 而且你知道咱要拿上国开行的钱 那是论亿美金的 是所以说你在顶层上可以做一个设计 玩的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了 如果能从南南合作的角度 从联合国引进什么项目 走这么一圈 那他就完全不一样 对啊 你什么时候 你汪云鹏说 我这项目是联合国和盖茨基金会 知道 这比咱做什么事都好使 对对对 没错 大家就不要搞啥艺术文化了 全部 每个人占一周的总代 因为真正出钱的是中国 就是国开行 所以咱们中国真正的钱袋子 走出去钱袋子 在国开行手里边 他有助非基金 目前盖茨基金 他因为盖茨基金的钱 主要其实是给你打开渠道 因为你有了这个牌子以后 你去国外谈事好谈 目前福建省进出口贸易中公司 国企 它是指定用我们的这个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国际标准 接待外宾就是制定用产业 那接下来明年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能我们在 可能也会在 在北京的一些国企和洋企 也有可能会有些路子 有可能啊 只能说 所以说我也得关注他这个 有没有 我想上在上海做也是想方便进出口 因为他很多原材料是从欧洲进口 还不是用中国的 中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因为 这个我就给你 中国最优惠的 这个出口信贷是国家进出口银行 第二 第二便宜的是国开行 第一便宜是进口主义 老吴以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的 哇 那那那我 我这国家进出口银行有的是关系啊 尝尝毁清了那个跑龙英伦的 我看 我已经到位了 都都上上到这个 内脏了 我感觉 就为未来 就说咱们其实通过这个事 就咱把这种咱们 所有的关系能够真正落地 那真的是这个 这个特特 就关键核心团队 能够把这事能立得起来 其实 落地落地 是 我们站起来以后 东威跟这个 这个周铁以后音乐会 就是我们赞助嘛 对啊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有点 叫那个江苏省演艺集团的 那就不是演艺集团在运营 我们就赞助了 是背后的财团 因为你还 因为咱说句 实在话 你看习大的这个官邸 基本都是从福建和浙江调了 我跟你讲 福建的官员几乎都被他调 掉光了 原来说到有几个 我还有都有接触的 全部都去背景了 所以其实 就你们做的事 就政治上是能给 给给给国家领导人贴金的 你做好了 那就 赶紧希望习大的 再再再连任几人 再再持久一点 哇 这个 因为你福建做好了 就是 你像我那科技抽牌上的灯 等我再发到群子 你们再看看 第一个说的就是福建的项目 是是是 新发社搞的 我原来 每一个都是政治目的 对 我原来做一些文化项目 做到一些社区 我发现每个社区好像跟新主席都有关系 有一次有一次一个社区叫我去做文化设计 他说 我们社区你知道吗 彭妈妈买菜就在我们那条街 他女儿就送来那个医院 那17年确实有很多积累 对啊 他就住在那个小区你知道不知道 还有一次 我是做一个什么项目 他说让我便宜点 我说不行 我这个成本挺高的 他说你这个放在这的意义不同啊 我说为啥意义不同 他说习主席在福州唯一套房子就在我们小区 你的雕塑坐在 你的雕塑放在我们小区门口 你是帮习主席看家呀 你说你要不要便宜 我说这几个都能扯上 我说女儿看嘛 说习主席在福州台江 那个达明港 那个什么一个小区的房子就在这里 说你要不要雕塑便宜了 是吧 你帮习主席看家的雕塑 我做的是门神嘛 哇 什么都跟那个关系 但回来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无可厚非 这个但周铁回来 这就是游戏规则 对 我在 我在宁德 你知道吧 习主席在宁德当市委书记 他的 他那个 他那个整个那个展览馆 他其实就是习主席的一个政绩馆 也是我设计的 我参与设计的 里面的雕塑和啥 所以我 我非常熟 我打断一下有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跟东维 他东维执行运动 然后我负责指挥 如果说你们那公司支持我们 那问题来了 你科技团的盈利是没法反馈你们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 就刚刚 市场推广呀 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牌子去买产业呀 我跟你讲啊 这里就是啥 我觉得会有那么多吗 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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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钱买的不是你 不仅仅是你的表演 我用钱买的是你的流量 对对对流量 多少人会去看 对 这个人看了以后 对我的产品的感知度就不一样 相当于换个形式打广告 所以还是就是说 是为什么乐团总搞欧洲巡演 欧洲的地方 都是这一赞助 夸夸一巡演 然后万宝啊 布鲁塞尔啊 然后柏林呢 伦敦呢 这一眼一圈回来 你的公司就跟着 也就是这名 对对对 这个周铁 你说 云鹏你先说 所以说我说 我我既然做茶 我绝对不想像这个福建的土老板一样 我觉得文化就要走在前面 就是要卖我这个壁 我怎么 怎么跟我们艺术文化结合起来 我现在原来有策划想做这种艺术家的联名茶 其实你比如说你们搞个茶叶什么那什么节 什么茶艺节 然后突然有个乐团演出 我其实也是你们你们自己赞助的 这都是相互的 我理解了 我我那我跟你说 最简单的周铁 为什么拍电影总在伦敦拍 对吧 你看这些 没没我这边就 我来了伦敦才发现 电影里隔三差五就是伦敦 隔三差五就是伦敦 对对对 这是经营的 而且就是说我相信我跟你说 云鹏绝对不是搞茶叶节搞 他肯定搞几个艺术大咖雅极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上档次 世界 要世界级的 对世界级的雅极 对吧 那这个时候 那就得周天你这样的艺术家来撑场的了 找南昌早月乐队过来 嗯还有就是 黄氏 还有就是黄氏 黄氏 英国黄氏 丹外黄氏 这种黄氏的这种 这种文化要进行连接 这个就回再回到非洲的议题了 就你这个单单纯的打中国的牌跟黄氏就就 但如果你把非洲的可处发展扶贫接 对对对对没错 这个牌就好打了 对 再加上有联合国就更好打了 有有这个黄氏给你背书 是吧 我们把茶的又拿出来去帮助非洲 这些是吧 这么一圈 因为就是说 你变成过一个公益项目 因为就是说你你你 黄跟黄氏你必须在道德上有制高点 你在道德上没有制高点 这拿不下 他不是钱能拿下来的事 是是是我们实在在说 我们本心也最终希望能够 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能够让这个 这种社会价值 哎呀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公司 就是我现在那个音乐公司 他这个老板就文化里面 我昨天还跟吴哥聊呢 就是他这个之后的收益收入 也会去做一些环境的一些 呃公益的事业 然后包括慈善机构 他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也在对接 我就发现一个公司有有这个 这个点就是很好 就是很多人会买账 这个尤其是欧美 他发达国家 他是必须这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 这是咱们未来艺术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把这种工艺环保 可持续发展理念 融入到我们这个艺术品 包括我们具体的项目的实践中去 怎么让真正能让贫困的人口 从我们的项目中受益 获得更好的生活 我跟你说 真的不是老吴吹牛逼 别的这个教育团队 绝谈不到我们这个层次和综合程度 太牛逼了 让它可持续发展了 大家都是人中龙凤 什么相对的市面大家都见过 有谁能向咱们讨论的如此深刻和宽广 这真的是老吴吹牛逼 你们自己比一下 现在已经上到 先已经上到跟未出人类公益做 上能通天下能入地 除了你这种创业的艺术 我怎么感觉到除了艺术家之外 我看到了我声色全马的下半生生火 这个都真的好 就那种特别没有道德 带个大金链子 然后搭个大金银子 然后呢 一敲冰果的门穿个大浴袍 一看就没干啥好事那种 穿个大浴袍 然后在欧洲各个学演 在那个金融城的上面往下看 完了呢 就那种穿个大浴袍的 跟吊儿郎当那种感觉 正在看着我 就不可以带大金链子 在哪 在哪不能带大金链子 在那边 为啥呢 就金融城 哦 就不允许是吗 不是 我一直说就感觉好 好事那肯定 那多沉一玩意 我就我最讨厌身上带什么 烂七八糟东西 全包我都懒得带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我我我 我就以前那个刚出来 也买买点好的手表 因为我特别喜欢 我不喜欢带的东西 带两天就烦了 然后就往地方随便搁 搁着就搁着就没了 哎老吴你说我突然想到 马斯洛这个需求 你说我刚刚形容那个穿个浴袍 然后那种声色权马 他算也是一种我的需求吗 马斯洛的一种 那倒是他他他他他 这也是自己形象的一个设计啊 他觉得这么设计出来 别人觉得他牛逼啊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这这这 咱们这种牛逼的方式 你得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啊 他那种非常直接啊 我把大金链的 我不用说往那一站我就牛逼 我突然有 对对对对对 我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就说有个画面 就是如果说你 找一个像玉袍乐队这种啊 打几个帅哥全部都穿着玉袍 我的天 博曹在在研究很高雅的这种乐器 我觉得是一种强烈的contrast 我艺术本身就是 不用了 你虽得我身上道了 我天对比吗 什么contrast 谁说一定要穿西服 打领带 老子就穿碎袍 对吧 很随意的在那边 弹着高雅 玩高雅 对我跟你讲 我在本个时候还想过 整个乐团在非洲也 全部穿玉袍 不是穿玉袍 就是我觉得交响乐 为什么人人可以共享 他不是说进到那个 他不是说歌剧交响乐 是那种就是欧洲啊 那种贵族啊 然后都特别文质彬彬 那妈观众穿的都是 那么西装打领带 你知道吧 你看你中国听 他好像二人都留了根 大舞台啥 这谁都是西装打领带呀 你这根本就市井文化森林 所以我就去非洲 搞这种对他们一种精神的一种 不不不不不 那个什么 就是说你可千万别低估了 非洲的文化 我觉得非洲的文化 未来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 但同时我这个事 周天你提出来 我也提醒我了 这个事我跟那个云鹏也聊过 因为以前我们的做音乐表演 只是为人而表演 对呀 但是我能不能就通过我的音乐表演 把鸟也吸引过来 把鹿也吸引不过来 把马也吸引过来 就是它是一个大自然和谐的一部分 就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说我在这个东西 我就这个 那个小宋 那个从表演方面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通过艺术 重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比如说那个那个周瑟夫在法国 那个那个周田你有 你有他的威胁 他不是在法国买了一个林子吗 就是那个法旅的那个 宿展员周瑟夫 是吧 那个那个 就那个法国旅法的那个 那个特种 对你还有他的威胁 你还经常给他点赞呢 对对对对 他他他他对对啊 对他刚在法国买了一个那个什么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乡 乡间的别墅 然后乡间的房子 然后有五千米的 五千平里的那个森林 他他就想在那重新尝试 人与自然的关系 你说那个崔宝中是吗 崔宝中 崔宝中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老吴现在为什么拼命学法语啊 那就是就是未来非洲主要讲法语啊 哇 还有少的是法国人 对对对对对 非洲也讲英语吗 很多国家都讲英语 怪不得你少的一个法国人 哈哈 哇斯洛西球都是有的 这都是连上的 算成串的 串的 非洲那块地方 早晚会被中国人干 喊的 我们 在帮时就说 就是一等字不让上 中国人买了 那个岛不让上 中国人买了 他全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咱选一个好的非洲国家 然后想选一个选一个好的非洲国家好的城市 再选一个好的就是福建在选一个城市 变成一个姐妹城市 然后做这种合作项目 然后在在在市市场在欧洲 我看这个项目靠谱 五个好好考虑 应该是马上可以试试的 从查验那一道 加联合国你俩老吴你俩 所以到我通过那一道 看到了我跟中卫的乐团 是的 可以看到了 还有小宋的表演呢 对 小宋可以 到时候我们 到时候我们在非洲找一些 原始的这个跳舞比较好的话 就交给你 你可以带着去中国巡演 这个不就是新的丝绸之路吗 同学们 你把非洲人带到中国去巡演 跳舞跳舞原始 但我说那个大高楼 那个玉袍声色全马 可以有 我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 我没过过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吧 我想去南非看大草原 看野生动物 我也没过这样的日子 好像现在大一炮 这个我跟你说 声色全马 这个东西到这种巅峰情况 你打了一点藏个鞋 然后再撤回来 再把军队撤回来 这个周铁我一点不担心 两个礼拜你就翻了 这个享受是应该享受 这个多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不充足 这个想法得在我结婚之前 你别结婚之后 后患无穷 你这个东西 后患无穷 你别想那么 妹子是吗 你看刚开始 我还觉得咱们一开始 这个主题有点悲观 进入社会的这个中 现在终于大家又兴奋起来了 打通了我的天 我感觉我们把整个世界 都连接起来了 这些项目 我要兴奋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谈到这个境界 能够有那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就比较爽 对 其实主要今天的最大成功 就突然来到茶叶这个话 真的是 那这一个是 他真的是聊的项目上 事先准备的好 那老吴抓的好 刚开始 那这个很命的追追追追 跟像牛蒙一样 很命的追云旁 你往下说往下说往下说 是是 你这高度提的 所以说我看 因为为啥 因为我做设计 这个行业 做这么多年的高艺术 我也很清楚 咱们在这一行努力 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说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能够 用比较成熟的东西 运作的话很快 而且你谁都可以去 去到比较多 我比较珍惜咱们这个团队 就是咱们真正能打开思路 其实当今这个社会 尤其是疫情之后 打开思路是最重要的 咱们现在你看 通过最后的咱们思路完全打开 是不是大家都有点坐不住了 后面说说这个茶 同样是可以跟艺术相结合 跟音乐 跟重要的文化 各种艺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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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 茶叶承载的文化 然后我们传播着文化 五哥你在说中国现在不是带一路 这不也是四手之路吗 是吧 那个那个王老板 我那个因为我觉得 因为谈谈茶 很有意思的 就会谈到水 福建的水是有大有文章的 福建的水 就可以跟音乐结合了 老吴已经写了一个音乐曲子了 那就差 就就差 你找这个 这个周老板 直接把它做成曲子了 所以那个 说一种 那个东北说去那会儿 那个看动物 我就想到交响与自然 就是啊 海上 自然的交响 对对 欧之路不有两条吗 丝绸之路吗 一个是内陆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福州 对对对 全州卧 现在他的那个 福州的那个中欧铁路 就从福州过 直接可以干到欧洲来啊 或者可以直接从 那个不走 不走那个水路 直接从中欧铁路 干到那个 荷兰还是干到哪 就直接过来 我别爱不关心 就声色全马 我点尝个喝 尝我甜汤 我就玩一事 完了 通过两个月的学习 暴露了这个艺术家的内心 明年就是 声色全马 说实话 你要真想声色全马 我相信王老板 如果两个礼拜 帮你实现 应该没问题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在实现 我自己都没过上这种生活 王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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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链子要求太大了 是要100斤 以后那个 我这个也是在那个什么 冬晚吃过23万一顿饭 对 你就算 你就已经算声色全马了 你还是怎么着 23万一顿饭 你还是怎么着 没有 没有那个啥 今天是吃饭 23万 你23万 我就是一个人一味 成百丧鲜 那米其林 我还没藏到甜头 你就23万 你真没法 酒 饭吃了几碗 主要是酒 酒喝了 那是 你看你喝什么酒了 那肯定 酒归 我没事 咱聊啥 一会我潇洒去 我潇洒去 老吴现在学会做炸酱面了 所以一碗炸酱能吃好几天吗 现在主要是 现在主要是不想出去 关键是 现在老吴也学会了做那个海红 那个海红 那个搁点橄榄油 搁块黄油 搁点洋葱 搁点蒜姜 把那个海红往里搁 锅一焖五分钟 特别好吃 下次老吴给你做 就那黑的 黑的那个 清口杯 哦 清口杯 对对对 下次咱聚会 我给你们做三锅 当瓜粉吃 然后再配 再配白酒 那特便宜 一大包才两磅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东西也是 那个其实炒 也放点油也行 然后炒也行 放点那个 花椒粒 跟那个花椒大料 然后那个辣椒 干辣椒 他一炒 然后一分 再巴仰两下 哇那老好吃的 对对对对 那这五分钟一锅 我给五分钟一锅 我给你做三锅 然后再配点白葡萄酒 哎呀 那时候聊天 哇擦同学们 对对对对 那那那是精神上的 我期待着 王老板的茶叶 什么时候 能成为我们 聚会的饮品 这疫情过了 咱在福建 谈项目去 我们有这个条件 他都不说 有条件 有条件 可以可以 就因为 因为我 就是因为我原来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项目 跟科技部特别熟 科技部的相关领导 相关的认证 科研项目 咱们科研能力这么强 咱们学术能力又这么强 对对对 太强了 我们才对太强了 变成一个 就是说科研扶贫相 对呀 我们都是大英帝国的 学术精英啊 是吧 我还想暑假回家 有机会去深圳 你跟海南看看 走走 去呀去呀 上海在南面 还没走过呢 不是 你跟于鹏说说 你去趟温州 我觉得温州要去看看 为啥呢 有钱的 温州你看 我发那微信 你好好看 温州也是上一批的 温州有钱的人 温州应该有个乐团呢 有钱 对不对 温州得有个音乐厅 音乐厅是王云鹏承办 乐团 对 中国 你知道中国 我觉得恨不得咱就五个茬 如果把世界给瓜分了 我有一点我很想 有一点我很想 我听话 就中国把那个病毒研究所 原来是在武汉 九省通区 照顾很方便 现在又见到温州 温州是世界通区 它温州上也是遍布世界各地 我有时很不理解 你知道吧 本来你这种病毒研究中心 啥的 应该建立在偏远的青海 新疆 是吧 你即便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也不会 还在了解 迅速扩散 它这个建立全是 这事咱就先不说了 先放置不表 这跟艺术关系稍微差的 咱就别 别太 别提它太敏感的问题 要不咱们分享了 一点了泡温 同学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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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新年就这样了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充满希望的一年 充满希望的一年 下周日见 辛苦了 小松 抱歉 抱歉 好嘞 辛苦了 好嘞 周铁潇洒去吧 潇洒去 拜拜 新年快乐啊 同学们 新年快乐 拜拜